这是我家的朝廷殿堂 干你什么事 谁家的朝廷殿堂 我家的 我们李家的 是你母亲交给你的 小皇孙说错一句话 竟为全家引来灭顶之灾 就在刚刚年幼的皇孙 策马扬鞭来到皇宫 却被门后的将军阻拦 这是我家的朝廷殿堂 干你什么事 你放肆 下来 闪开 站住 这个霸气侧漏的小皇孙 便是李隆基 此次前来是给奶奶武则天助手的 武则天也听说了 他鞭打金武将军的壮举 不仅没有收拾他 还直夸了不起 这让大臣们也是一阵羡慕 武则天觉得 这才是皇子皇孙该有的霸气 很有他当年的风范 接着武则天便想问问 李隆基刚才和大将军 是怎么过招的 年幼的李隆基 以为会得到武则天的嘉奖 接着便说出了那句话 谁想到武则天听后立马变脸 就连大臣们也为他捏了把汗 谁家的朝廷殿堂 我家的 我们李家的 就在这时武姓大臣觉得他口出狂言要治他的罪 也有李家的嫡系为李隆基求情 可此时武则天已被激起了怒火 他觉得这样的话绝对不是一个孩子该说出来的 这背后一定是有人在教所 接着便问李隆基是他的父亲还是母亲 可李隆基却嘴硬得很愣是没交代 随后他便被武则天吊胆了一晚上 很快五三四调查出了真相 原来是李隆基的母亲窦德飞给他们讲过 说朝廷殿堂本是他们李家的 后来被武则天篡夺感性为伍 武则天听后直接将李隆基的全家关押 他的母亲更是被直接处死 而父亲李诞则是被软禁 李隆基怎么也没想到仅仅因为自己的一句话 给家人带来如此大的伤害 但他也将这份仇恨深深记载了心里 事后李隆基找了一块荒地为母亲立了衣冠种 并且发誓要灭掉老妖婆武则天 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的知有高丽氏 叫什么 小奴名叫高丽氏 多大了 八岁 是谁叫你来的 高公公收小奴为养子 为小奴静了身子送到宫里听差 你静了身子 是 李隆基一听顿时来了兴趣 他想要研究一下人体奥秘 小高被吓得连连磕头 李隆基本想着为母亲报仇 可此时的武则天已被迫退位 并在八十二岁这年驾崩 接着登上皇位的便是李显 可他是个昏晕的皇帝 妖娆美艳的为后则顺利掌权 他也想效仿武则天做二代女皇 并且封女儿安乐公主做皇太女 他的荒唐行为引起大臣们的不满 因为历朝历代以来都是立皇子为储君 而安乐公主不仅得不配位 还收敛钱财为自己修建女工 关他半年的开销便可以和突厥打一场胜仗 要求你胡说 父皇他侮辱女儿 要么我们之间的父女之情 他该当何罪吗 父皇 李显差点被安乐气死 太平公主得知此事后 也明白为后的狼子野心 他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李显却有别的想法 他想扶持弟弟李诞做皇太帝 这样权力就会达到平衡 为后母女也翻不出什么浪花 可为后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 竟与朝中大臣勾搭在一起 他得知了李显的想法后 更是想要密谋造反自己做女皇 可如今几股势力都是旗鼓相当 远在幽州的李隆基 变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 一场权力的血洗即将开始 为后真的是风韵犹存 四十多岁的他在男人眼中依旧试个犹物 可越是美艳的女人越是蛇蟹心肠 自从女皇武则天驾崩后 李显坐上皇位为师顺势成了皇后 由于李显的懦弱无能 为后便独揽朝政掌握军权 此时他也想要效仿武则天做女皇 但现在朝中势力错综复杂 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便是他的心腹大欢 于是他派人秘密监控两人 而李显则是受到上官婉儿的蛊惑 想要将皇位让位给弟弟礼贷 这让为后深感不安 他的两个弟弟也劝诫他立即兵炼 请皇后陛下效法先代后 最终他下决定在六月初六 老母节这天行动 事后亲信专门给他送来一种毒药 当心有毒 当年 则天皇后接过张怀太子 用的就是这个 鸡鸣追魂散 接着为后将毒药放进了苏饼里 准备让安乐公主亲自下手 为后承诺事成之后封他为皇太女 安乐虽生性胆小 但最终他在亲情和权力面前做出了选择 途中安乐正好遇到了上官婉儿 他紧张的神色被上官婉儿看在眼里 就这样安乐在李显面前演了一把妇女情深 正当李显要吃下酥饼之时 上官婉儿也端着一份酥饼赶到 两人都争着让李显先吃自己的 上官婉儿表示今天虽是老母节 但同样也是臣妾的生日 接着李显便要先吃婉儿带来的酥饼 可安乐公主却开始娇滴滴地落泪 没办法他只能如了女儿的愿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安乐会对他这个亲生父亲下手 而上官婉儿也只能为李显祈祷 谁想当天夜里李显毒发生亡 为后为了让计划顺利进行 便让手下的太监宫女隐瞒皇帝驾崩的真相 可这一幕正好被高丽氏撞倒 说吧他便赶来寺庙将消息告诉了主持人 让寺庙的和尚快马加鞭告诉李隆基 与此同时李隆基正在玩物丧志 整天溺死在温柔乡 可他的行为都是给别人看的 因为为后在他身边安排了众多的耳目 等李隆基得知李显被毒杀后 当即便要杀回长安 突出骑兵杀入宫围斩其手范 定能一股百硬纷纷倒戈 李隆基的母亲便是被他的奶奶武则天斩杀的 他从小便痛恨女人当政 一旦为后成功上位 那么他们李家便永无翻身之日 说吧他便带兵秘密潜入长安 准备与太平公主会合 与此同时太平公主也得到哥哥死亡的消息 他明白这一定是为后下手了 此时皇宫的大门已被为后把控 但太平却决定当场揭穿他的阴谋 我是谁 我是太平公主 我是天底下第一个女皇帝 武则天的独生女儿 我身上流的是母亲传给我的血 我胸中跳的是母亲留给我的心 可惜我没有母亲的雄才远劣 更没有母亲的天赐良机 我没能像母亲那样登上皇位 我又可以苍天 又可以母亲 泽天皇帝 太平公主到底有多霸气 当她得知哥哥李显被为后毒杀后 便拿着以天剑要独闯皇宫 却被为后的弟弟拦在宫门之外 陛下病了 皇后不准任何人祭殿 谁敢不许我进殿 这是泽天皇后赐我的宝剑 三平以下 斩而后奏 你 可等太平进宫后却发现已经摆好了灵堂 当她撕开李显的果实不厚 太平再也压抑不住情绪痛哭起来 他们怎么说也是一母同胞的兄妹 太平推壤的大哥的尸体发誓要为她报仇 可就在这世为后的情人宗处克代人赶来 表示自己是赶来为皇帝守灵的 并且让太平尽快离去 太平霸气地回应自己乃是皇帝的妹妹 可哥哥驾崩自己却不知道 倒是派你一个外人来守灵 这到底是哪家的规矩 与此同时为后正在收买人心 上官婉儿本是则天皇帝遇刺的女官 之前朝中所有的文笔都是出自她手 为后希望婉儿帮她稳住朝中大臣 将来与她情同姐妹共分天下 上官婉儿明白现在的失局 她的两个靠山武则天李显都死了 凭她的一己之力回天法力 无奈只能向为后妥协 可想要名正言顺那就的你一道遗照 遗照怎么写 皇后应效仿 则天皇帝的办法 先立陛下的幼子 重冒为皇太子 您亲自临朝摄政 以稳定大局 但就在这时安乐公主赶来 因为毒死父亲李显那天 为后亲口承诺她要立安乐为皇太女 为后赶紧对她安抚表示 你妈我都即将做女皇了 你将来的位置呢还不是手道擒来 安乐还想反驳可 为后根本不给她机会 接着上官婉儿便开始夹你圣旨 而此时太平公主正质问 宗楚克皇帝是怎么死的 请公主立即回府 放肆 谁想到太平继承了母亲的霸气 完全不屌她 还让宗楚克撤掉所有的御灵军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 为后则是慢悠悠地赶来 此时两人四目相对 比的就是那股很近 可太平公主实在太强势了 为后很快败下阵来 两人从小便是很友好的闺蜜 为后更是太平的半度 可太平并没有嫌弃两人身份的悬殊 之后更是将她介绍给哥哥李显 才成就了如今的为后 可多年过去两人虽是孤早关系 却针锋相对 已经忘却了曾经的姐妹情 太平公主明白是已至此无力回天 她冷哼一声只能离去 事后太平派遣儿子薛崇俭找到李隆基 将目前的状况一一告知 李隆基当即排兵布阵 准备杀回长安除掉为后魔女 而此时为后正给李显举行葬礼 她虽穿着白沙但依旧抵不住那风情万种的身姿 为了防止太平等人暴乱 她派人将公主府团团包围 李显葬礼的第二天 为后便要举行登基大典 为后将儿子强拽到龙椅之上 此刻她感觉自己是世上最美的女皇 可她的行为却让大臣们很是不满 禁军首领陈玄礼就是齐 明面上她是受到了宗楚客的收买 可实际上她是太平李隆基的内野 俗话说欲齐之灭亡必先令齐疯狂 此时的为后感觉自己已是人生赢家 不仅男宠相伴还有美女助行 殊不知李隆基已经开始夜戏皇宫 等我住手 为皇后母女 堵死了先皇陛下 阴谋篡位 儿等都是大唐的剑儿 岂能跟着为氏家族反叛大唐 名字王李隆基殿下 起兵举世 忽便是兄弟相皇 弟兄们跟我走 由于有陈玄礼等人做内议 很快李隆基带兵攻入皇宫 而此时的为后正在纵情享乐 身边不仅有美女佳瑶还有男宠释放 但很快手下传来李隆基兵变的消息 这让为后很是惶恐 无奈之下只能仓皇应对 可很快李隆基便攻入了为后的寝宫 风韵犹存的为后明白大事一去 但就算是死他也要保住自己皇后的尊严 事后李隆基太平都聚集到朝堂之上 接下来便是对上官婉儿的审判 李隆基本想直接将他斩杀 可上官婉儿却表示李险被毒死后 是他先将消息传给了太平公主 就连加尼遗诏也是被为后逼的 姑母 何有此事 绝无此事 拉下去 这真的是兔死狗烹 上官婉儿虽然惊讶太平公主的背叛 但她也明白自己的存在会给某些人带来威胁 与此同时高丽是希望救下这位才女 因为上官婉儿虽然有罪 但她对朝廷的贡献却有目共睹 就连皇上的圣照都是出自她的手柄 李隆基听后赶紧让高丽是去救驾 可宫外已经传来上官婉儿的惨叫声 这一刻李隆基才明白自己重计但为时已晚 随着为时集团的覆灭 李隆基建议父王李诞尽快登基 可李诞却懒散惯了对皇位并不感兴趣 但如今李氏子女只剩下她和太平公主 论姿排辈还轮不到李隆基等人 李隆基明白她这个姑母不是个省油的灯 将来一定会垂帘听证将李诞视为傀儡 但李隆基乃是李诞的嫡长子 她不会看得太平公主胡作非为 看来一场孤直之间的血腥争斗不可避免 这皇帝的宝座不是你小孩做的 起来吧 太平不死江山不稳 再为十七天的小皇帝李重茂被赶下了皇位 可太平公主很快便换了一副嘴脸 将亲哥哥李诞扶上了龙椅 接着便是面对满朝文武的跪拜 太平公主理所当然地坐了下来 她的举动让文武大臣很是不满 而李隆基更是起了杀意 此时两人并排坐在龙椅之上 像极了武则天李治当初的二圣临朝 面对群臣的欢呼李诞是由衷的开心 她回忆起了母亲武皇当年的光辉岁月 但李隆基却对武则天相当厌恶 她的母亲窦德飞当年就是被武则天逼死了 祖母确实是位了不起的女子 开篇辟地的第一位女皇帝 可对我们李氏皇族也未免心太狠了 这句话就是给太平公主听的 由于此时的李诞已经年迈 于是姚崇等大臣便推荐李隆基做大唐的储君 可李诞生性懦弱 如今朝中大权都交给了太平公主 她觉得这样的大事自己做不了主 还是让太平公主定夺吧 这让姚崇两人很是尴尬 可太平得知他们要推荐李隆基时当即反对 她明白三郎的才能 可太平想要的是一个傀儡 而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帝王 况且李隆基还是数字完全不合理法 其实太平心中早有了人选 那就是宁王李成器 至于说到隆基能干 这我也知道 可是不当太子 照样也可以辅助他哥哥吗 你看 我现在不是帮着皇帝 操使军国政要吗 太平冠冕堂皇的几句话 让姚崇也是无言以对 与此同时李隆基明白自己的处境 为了避嫌他决定离开长安 但他却有个心腹那就是高丽氏 这天他来到宁王府中 提前祝贺他即将洗活太子之位 可宁王听后却感觉大火临头 身为皇子皇孙 他从小便看透了宫廷的尔语武诈 如今太平要扶持自己上位 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 说罢他便来到父皇李诞的寝宫 希望将太子之位让给三弟李隆基 儿臣虽为长子但久君深宫 既不知两米钱才又不懂兵马战士 倘若立儿为太子 势必误国误民 而万死不敢从命 接着大臣们也推荐立李隆基为太子 李诞还想请太平公主拿主意 可高丽氏却告他今天公主去了寺庙拜乡 无奈之下李贤只能成人之美 立李隆基为大唐的储君 当太平得知此事后已无力回天 可为了随时把控李隆基 他便使出了美人计 将身边的侍女邱儿赐给了他 让邱儿成为自己的内贤 关键时刻做到一击必杀 而李隆基也明白邱儿的身份 虽然他长得楚楚动人 可在关键时刻李隆基却能把持得住 与此同时太平公主为了给自己修建宫殿 居然收买朝廷命官为自己收敛钱财 导致百姓的琉璃失所一子而食 姚崇等人弹劾太平公主 觉得是公主的恒征暴怜引来的天怒人怨 希望李诞将他赶出长安 好吧 既然你们大家都这么说 就这么办吧 李散浪 我跟你使不两立 公墓伪造诏书大逆不道 这和前朝的伪后如出一辙 废主儿臣视角 阴谋篡位置是真的 好了好了好了 朕的脑袋都要裂了 太平公主不死礼堂江山不稳 自从她的哥哥李丹坐上皇位后 太平公主便独霸朝堂 她的野心比母亲武则天更甚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她在长安城外私自修建宫殿宝塔 光是前妻的费用就花了三千多万两白银 以至于造成国库空虚 农田备占百姓流离失所 无奈护布侍郎卢桓一指将她告上朝堂 可太平公主完全不屌她 我建别业修宝塔 是花了国库一点钱 难道我连这点权利都没有吗 前朝的安乐公主 把碟也拆了 光木料就卖了一亿两千万了 难道我连她都不如吗 请陛下看着办吧 由于理想无底线的溺爱太平 不仅没有治她的罪 反而还给太平公主拨款继续修建宫殿 但太平却得理不饶人 她觉得这是卢桓慎无能才造成国库空虚 太平的心腹更是拱火建议将卢桓慎革置问罪 提拔自己人摧时任户部侍郎 卢桓慎拒实承报 本意在意意志奢侈 如果将其免职 势必堵塞严路 助长奢靡之风 望陛下 您见 身为户部尚书不善理财 反而把国库空虚之责 转嫁给皇宫贵气 这难道不是无能 两人的争吵让李显那是头疼欲裂 无奈此事只能择日在意 太平公主的别业 规模巨大 奢侈豪华 占田四千亩 耗资三亿八千万千 事后李隆基再也忍不了了 如今连年干旱百姓们一子而食 可太平公主依旧是横征暴廉 最终他联合姚崇宋锦准备弹劾太平公主 将她赶出长安 等李旦看到奏折后也是大惊失色 他绝不相信心地善良的太平能做出这种事 国有太平 不太平 宋锦见他无动于衷接着便表示 既然皇上您心慈手软 内臣只能退下了 这下李显慌了赶紧让宋锦回来 无奈之下只能驱逐太平公主离京 太平公主得知此事后费都要气炸了 但他明白这背后的主谋一定是李隆基 可被驱逐出京的太平怎么会善罢甘休 他明白李显的软肋就是心愿 于是他便三天两头地给李旦写信 表达自己对哥哥的思念之情 当听说太平公主生病后 又直接将好妹妹接回了京城 这让姚崇宋锦两人直呼太平好手段 好不容易才送走这位姑奶奶 谁想到这才几天时间人家又回来了 太像她的母亲了 像她母亲一样有心计 谈痊愈 就是没有她母亲那样的气魄和才感 是啊 所以她这次回来 非但不会有所收敛 反而会变本加厉 太平公主本就是衙子必报之人 于是她便蛊惑李旦 将姚崇宋锦两位大臣全部贬职 趁机提拔自己的心腹 此时李隆基简直快疯了 她不惧太平有心计就怕父皇太无能 李隆基痛恨自己为什么会摊上李丹这个好爹 我不当这个太子了 我不当这个太子了 而太平公主也准备对李隆基下手 她联合心腹党与拟了一道假圣旨 决定废掉李隆基的太子之位 可她的亲儿子薛从简却听到了此事 薛从简本就是李隆基的败把子兄弟 于是她拿着假诏书带给了陈玄礼 陈玄礼本是太平公主的心腹 但她欣赏的乃是大唐皇妹的正知无私 可谓是被灭以后太平却独霸朝政 完全不把李唐江山看在眼里 一旦这次让她得偿 那大唐怕是要再出现一个女皇了 与此同时太平公主正带着心腹赏月 突然天空一道会心划过 将那帝王心压得很是暗淡 太平公主明白机会来了 说罢她便带着个和尚找到哥哥李丹 和尚表示当年李世民玄武门正变地心暗淡 与今晚的心相那是如出一辙 看来如今的太子也有了异心 正当李诞慌神之际 太监禀告李隆基也带人赶来 起座父皇 确实有妇人妄自专权压制皇帝 此人就在眼前 你放肆 你竟敢当面骂你的姑母 八哥 你看 三郎 你真敢如此无礼 父皇 你看 姑母已经背着您围造秘诏了 难道还不算擅自专权压制皇帝吗 就在昨天太平公主贾你圣旨 想要废了李隆基的太子之位 谁想到他的儿子薛从简 居然悄悄偷走了圣旨 转交给了李隆基 李诞看了假圣旨也是痛心疾首 可太平公主却表示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李诞的皇位着想 不废三郎 你就有兵灾之位呀 此时两人已经彻底撕破了脸 李隆基表示姑母贾你圣旨 这是大逆不道和前朝的为后如出一则 听着他们的争吵李诞那是头痛欲裂 李诞的前半身本就逍遥快活惯了 如今坐上皇位反而是每天为这些琐事偷疼 这时他想起了昨夜的天象 代表皇帝的冥王心黯淡无光 反而代表太子的会心却愈加的明亮 李诞觉得这预示着皇位新旧的更替 这是天意呀 对 接着他便问高丽氏该如何是好 高丽氏却告他天命不可为 咱何不顺天意而行 李诞听后大喜 他早就不想做这个皇帝了 接着便叫来了李隆基要交出皇位 但他希望三郎能够以仁德之心治国 饶过太平公主等人 既肯上仓 保佑我儿成为一代 明君王 怕儿遭兴乾坤啊 父皇 就此公元712年李隆基登帝 是位玄宗皇帝又称唐明皇 可有人欢喜有人愁 太平公主也有着女皇的野心 但此刻他只能将火发泄到儿子薛从简的身上 要是没有薛从简的背叛 或许此时李隆基已经被废了太子之位 但是已至此太平公主依旧不死心 他决定九月初四夜里包围皇宫 亲手灭了李隆基自己做女皇 而葛福顺的御灵君便是他手中的利解 但太平还有一个最大的底牌 那就是他安排在李隆基身边的袁丘儿 这是什么 这是泽天皇后毒素两个哥哥用的毒药 鸡鸣追魂伞 袁丘儿被吓坏了 可在太平的威逼力右下只能答应 与此同时李隆基也明白太平的狼子野心 但由于李诞让位时曾告诫他 登地后不可骨肉相残 这让李隆基很是被动 事后他派高丽氏拉拢葛福顺 让他看清形势切不可被奸人蛊惑 但就在这时手下来报 表示有长安客商求见 而所谓的长安客商无非就是太平公主的姓氏 两人确定了谋反的时间地点 葛福顺已经彻底投靠了太平公主 高丽氏赶紧将此事禀告了李隆基 陈玄礼等人觉得应该先下手为强 可李隆基却有他的顾虑 因为太平公主等人虽然齐心可诛 但并没有确切的证据 如果此事对太平公主等人下手 那太上皇那边可不好解释 李隆基虽顾忌亲情和父皇的看法 可他的亲姑姑太平公主已对他下了杀心 他先是认了袁秋儿为干女儿 接着便威逼力又让秋儿给李隆基下毒 高丽氏发觉了袁秋儿的异常 提醒李隆基小心有毒 秋儿正躲在一旁监视着他们 李隆基明白秋儿是太平公主的奸行 但他觉得人之初性本善 秋儿最多就是透露点情报是不会害他的 就在李隆基要一隐而尽之时 袁秋儿却出言阻拦 接着他跑到李隆基的面前 夺过燕窝便是一隐而尽 秋儿 奴婢是太平公主 派到您身边的奸行 奉公主之命 在吃剑粉里下了毒 不等众人反映袁秋儿已经口吐鲜血 他用自己的性命回报了李隆基的治愈之恩 但秋儿的死也让李隆基下了杀心 与此同时太平公主以为袁秋儿已经得手 接着他便以太上皇的口气夹你圣旨 表示李隆基突发性暴毙太平公主即位 但事与认为他怎么也没想到袁秋儿已经自杀身亡 与此同时李隆基开始排兵不振 为了稳住太上皇李丹 他派高丽氏去陪父皇下棋 然后又派人将城门全部封锁 一旦有人强行出宫一律斩杀 葛福顺的兵马则交给陈玄理对付 诸位 当年起兵入宫 诛灭为后的时候 敌强我弱 不杀人不足以振服叛逆 事后回想起来杀戮还是太多 有的人像上官马儿就是不该杀的 朕至今颇为悔恨 如今敌弱我强就应该格外谨慎 没有朕的命令 不可妄杀一人 阻止 还有 一切行动必须肃静 不准喧闹 不得惊扰长安百姓 阻止 而太平公主由于一直等不到袁秋儿的灰心 她感觉到计划有变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乏 于是她派崔石去西门迎接葛福顺的兵马 只要兵马一到便带兵包围皇宫 而李隆基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太平公主决定背水一战 但为了稳妥起见 她决定去哥哥李诞的府邸赞比 李三郎胆子再大 也不敢进百夫殿 京都太上皇 对对 快走吧 太平公主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 可谁想到李隆基早就预料到这点 此时高丽氏正拉着李诞下棋 由于太平找不到哥哥李诞 他只能潜逃出城 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葛福顺的兵马 可葛福顺是个剑锋使舵的主 由于一直得不到崔石的接应 他的部队虽然已到长安 却始终不敢攻入皇宫 而此时的崔石已经被逮捕 李隆基对于葛福顺的三万大军还是忌惮的 于是他下令只要敌不动咱就不动 与此同时太平公主已经逃出宫外 他派手下通知葛福顺前来护驾 城内有变的 皇上抢切架首了 那公主呢 公主已逃出南门 他命令立即率预律军前去保驾 保驾 葛福顺听后当即开始权衡利弊 如今李隆基先下手为强 太平公主又逃出城外 谁输谁赢傻子都看得出来 太平的心腹大臣劝他赶紧行动 可葛福顺决心已定当即让部队原路返回 李隆基此时也得知了葛福顺撤离 他明白太平现在是孤立无援 于是便派人前去代步 但由于太平是李隆基的姑母 又是太上皇的亲妹妹 李隆基下令可以不按谋反论罪 定要保住她的性命 此时太平公主已经逃到了野外 可身后追拿她的却是儿子薛崇俭 最终她被逼到了一处绝境 薛崇俭赶紧劝阻她回头是岸 太平却是哈哈大笑 很快李隆基带人赶到 她表示自己是接姑姑回京的 至于她的谋反可以既往不救 但太平公主是骄傲的 她乃是天底下第一个女皇第五则天的女儿 太平感叹自己生不逢时 没有母亲的雄才伟虐 死了也是大唐的皇姑 就此太平公主落幕 但宫廷的杀戮并没有截止 李隆基准备对太平公主的云涅进行血洗 李隆基第一个开刀的便是御林军首领葛福顺 他曾经是太平公主手里最大的王牌 可葛福顺是个见风使舵的主 眼看太平公主大势一去 他竟然临阵倒戈任由太平公主自生自灭 而他的立场不坚定 让李隆基觉得此人不可留 与此同时边境发生战乱数座城池被攻破 李隆基便要派葛福顺前往平溪战乱 可谁想着葛福顺却勾结中书令张月 想要逼迫李隆基给他升任兵部尚书之职 他的行为彻底激怒了李隆基 这是他做上皇位后第一次受到威胁 于是李隆基便将计就计 第二天便升任葛福顺为兵部尚书 但他却提出三天后在离山进行一次阅兵 可当天夜里他便私自改变了计划 朕要提前到明天 明天 那奴婢立即通知兵部 不 不要通知兵部 让陈玄礼王毛仲带几个人随朕一起明日上午直奔离山 与此同时葛福顺的副将唐绍只顾着喝酒响了 就在这时手下传来陛下驾到 面对李隆基的突击检查 御灵军完全没有准备 此刻简直就是一群残兵败将的模样 李隆基见后大怒 当即便要问责将唐绍军阀处置 就在这时葛福顺纵马赶到 此刻他也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 副将唐绍还想让葛福顺为自己求情 但他明白自己也难逃其咎 接着李隆基又开始向葛福顺发难 表示你身为兵部尚书兼职御林军总指挥 却用这样的废物做副将该当何罪 臣 用人不当 管束不严 罪该万死 不是你用人不当 是朕 用你不当 斩 众人听后赶忙求情 因为葛福顺曾为先皇立下赫赫战功 如今固然有错但希望饶他这一回 李隆基明白一旦杀了葛福顺会寒了人心 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最终下令 撤去葛福顺的所有官决发配 新周永不录用 就此李隆基扳倒了朝中第一武将 接下来便是中书令张悦 张悦在太平公主政变时极力支持李隆基 但他是个心胸狭隘之人 李隆基本想着召回姚虫做宰相 可张悦明白姚虫乃是李隆基的心腹 之前为了保住李隆基的太子之位 所以才被太平公主陷害贬出京城 如今李隆基当政一旦姚虫回来 那么自己的地位就岌岌可危 于是他便心生一计 第二天江角便向李隆基提出了此意 可李隆基却明白江角没这个心机 接着他便表示如今朝廷出定避震未处 现在急需一位雷厉风行的宰相来治理朝政 此人非姚虫不可 就此张悦不仅没能阻止姚虫危险 反而让李隆基对他很是比喻 可姚虫实在太狠 他当上尉就建议削减王公贵族的封地 这一举动直接触及了那些人的利益 于是张悦逮住机会开始拉拢党羽 其中就有李隆基的弟弟李隆范 他们准备将姚虫扳倒 事后李隆范九幸大发开始胡说八道 倘若真能做一日 可汗皇帝也死而无憾哪 他怎么也没想到今天的一句话 会为自己引来灭顶之灾 此时李隆范正与中书令张悦 密谋班导宰相姚虫 因为姚虫的改革出动了他们的利益 但这件事很快被姚虫知晓 他当即找到李隆基汇报此事 李隆基本想和他研究一下新政的进度 可姚虫却借机表示宫内毒害未处 何谈什么新政府国的壮举 李隆基当即听出了他话里有话 倘有人言 我能做一日皇帝随死无憾 此人该当何罪 谁 老奴在齐王府 耳闻目睹 一刻李隆基不淡定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齐王李隆范居然如此大逆不道 而且这些话还是他的心腹高丽是说出来的 可信度不言而喻 倘若这话是出自一般村府野汉之口道也罢了 偏偏讲这话的乃是陛下的爱帝皇朝的宗室 这恐怕就不能当闲侍之了 倘若殿下 只是一时的戏言道也罢了 可是这话是对着左相张悦讲的 这里边能说没有什么意图吗 姚虫的话句句插心 李隆基听后也是后怕 如今当朝的左相和弟弟勾结在一起 一旦他们有了一心那后果可想而知 说罢他便要派高丽氏宣李隆范进攻 姚虫也以为自己胜券在我 可下一秒李隆基便反悔了 此时的唐明皇还是睿智的 他明白李隆范不管怎样都是自己的亲弟弟 而且新政改革初级的人实在是太多 一旦处理不好小则朝野动荡 大则国家都会出现内乱 事后他找到大哥李承契希望出出主意 李承契对几个弟弟很是了解 也明白李隆范是个有口无心之人 但朝中的大臣却不这样认为 李隆范听后顿时明白了大哥的意思 第二天他便在朝堂上审问了几人 李隆范还想要狡辩 可接着与他聚会的几人都被揪了出来 长孙兴为了保命直接将他们出卖 臣酒后狂言 往陛下恕罪 老臣不该死去其王府 往陛下恕罪 李隆范听后哈哈大笑 接着便问姚虫按照大唐的法律 李隆范该当何罪 按罚点 李隆范狂妄犯上说无逆大罪 当如何处置 轻则罢官废决流放外地重则得 将 处死 李隆范 臣在 你勾结大臣思议朝政无逆犯上罪不可涉 胆 三哥 你忍心将兄弟处死吗 金殿之上只有君臣没有兄弟 来人 罚了 这一刻李隆范彻底下了杀心 大臣们也赶紧下跪求情 但此时的李隆范为了杀鸡儆猴 当即派人要将李隆范拉出去砍了 就在关键时刻太上皇李旦赶来 当年他退位时就逼迫李隆范发下毒誓 登帝后接不可骨肉相残 可如今自己的亲妹妹被李隆范逼死了 今天李隆范也即将被砍头 这让他不得不出面求情 可李隆范身为君王他有自己的难处 他想要治理这个百废戴心的国家 那就必须铲除那些宗室毒瘤 李旦见李隆范依旧没有松口 接着便给儿子下跪祈求放过李隆范 这一刻李隆范的心里很不适自卫 如果自己执意杀了四弟李隆范 那他便能顺利整顿朝纲胎展心政 但后果便是与父皇李旦彻底翻脸 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最终他还是李智选择了亲戚 李隆范明白自己罪孽深重 说罢便跪地直夸三哥乃是仁德之君 但这件事所牵连的人实在太多了 由于左相张月极贤度能阻挠心政改革 最终他被贬为刺史流放出京 其余闲杂人等都论罪处罚 芙蓉不及美人妆 水蓉风来珠落香 眼前这个古装美人 便是李隆范最宠爱的妃子赵丽娘 他们相逢于青楼 此时李隆范身边虽有美人环绕 但他第一眼还是被丽娘的容颜所折服 接着李隆范缓缓抬起赵丽娘的下巴 微云红潮一线天 浮向陶塞艳满园 赵丽娘虽出身青楼 但李隆范并没嫌弃她的出生 反而答应以后将她留在身边 可赵丽娘却心生自卑 小女子出身卑劫 流落风尘 蒙尽莽错爱 小女子不敢 我以后 一并让你带上 凤钗 玉簪 就此赵丽娘成了李隆范的女人 后来李隆范登上皇位 便将赵丽娘接到了后宫封为妃子 而大度的王皇后虽然失落 但并没有为难与她 更是视她为亲生姐妹 事后赵丽娘为李隆范生下一子 为了庆祝李隆范的第一个皇子诞生 赵丽娘更是亲自跳舞助行 经过王皇后的教唆下 两人一起跳起了弧弦舞 就在这世有人举荐宫里有一位武才人 不仅财貌双全还弹得一首好琵琶 这是五鱼儿的第一次登场 只一眼李隆范便沦陷在了对方的美色之中 当天夜里李隆范便听着琵琶声 来到五鱼儿的寝宫 五鱼儿是武则天的侄孙女 这是她入宫的第四个年头 由于她身份的原因一直得不到推荐 直到昨天才第一次与李隆范会面 但五鱼儿是个颇有心机的女子 她明白李隆范已经上宫 所以才半夜将她引诱到自己寝宫 陛下还记得奴婢吗 记得 当然记得 当天夜里两人遍水到渠成 这让高丽氏也很是无奈 与此同时刚生下皇子的赵丽娘则被冷落 事后她找到王皇后诉苦 这个三郎真拿她没办法 她是个多情种子 风流皇帝 我们都只好游着她 你作为妃子 更应该放大度一些 提醒她 注意身子 不可纵欲过度 是 就此之后赵丽娘对李隆范那是日思夜想 由于四劳成疾 她的身子是一天不如一天 但这天李隆范想换口味便来到了她的寝宫 赵丽娘很是高兴主动献上了舞蹈 翘丽若四春桃花 仙妖玉带五云沙 一是仙女下凡来 回眸一孝君下塔 赵丽妃那楚楚动人的模样 让李隆范深深地着迷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侍女赶来 表示五月儿并了希望李隆范前去探望 去请一一救世了 这种事还来打扰陛下 下去 赵丽娘本想着今晚将三郎留在宫中 可李隆范的魂早就飞走了 最终她还是去了五月儿的寝宫 这一刻赵丽妃心如死灰 能成为皇帝的女人她是幸运的 可在这深宫之中同样也是悲哀的 与此同时这边却传来一个天大的喜讯 五月儿居然怀孕了 这让李隆范对她更是宠爱有加 这天姚崇在朝堂上提出了立太子的事意 李隆范也觉得是时候了 最终她决定立赵丽娘的儿子李英为太子 五月儿听后顿时慌了 可她又不能表现出来 因为李英毕竟是敌长子名正言顺 为了哄李隆范开心 她表示李英一表人才将来一定是魏明君 这让李隆范直夸她贤得淑良 但第二天她便专程拜访了赵丽娘 丽娘本就对她没什么好感 可接着她便说出皇上要立立英为太子 而这都是自己极力举荐的 赵丽娘听后顿时被她的鬼话骗了 但此刻的她生命垂危 当听到李隆范要来时 赵丽娘依旧拖着病奄奄的身子要梳妆打扮 因为她要将最美的自己展现在李隆范面前 李隆范看着眼前的赵丽娘 完全看不出她有生病的迹象 身为后宫的妃子 他们的一生都在想着如何取悦皇帝 赵丽娘更不是一个例外 她本就是青楼出生 承蒙李隆范的后爱才一飞冲天成为皇妃 此刻她虽身患恶己 但依旧舞动着身姿想要得到李隆范片刻的疼爱 可那终归是瞬间的回光返照 最终还是倒下了 这一刻李隆范才明白丽娘病得有多严重 接着丽娘合出一抹烟红 这是她送给李隆范最美的真结 说罢李隆范赶紧派人去请医医 接着便将丽娘抱上床榻 但此刻她唯一的奢望 便是在有生之年儿子李隆能坐上太子之位 李隆范明白她的心思 为了让丽娘不留遗憾 第二天便给李隆举办了分封大典 这一刻赵丽娘彻底安心了 而与此同时五鱼儿这边也即将临产 当她听到李隆被封为太制后差点晕死过去 但最终还是母子平安 五鱼儿是个很有心机的女子 孩子刚出生她便派人将窗户打开 接着便狠狠掐了怀中的婴儿 她要的就是让孩子的哭声传遍整个皇宫 我要让宫中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五鱼儿五才人也生王子了 可五鱼儿也明白 就算自己生下皇子也只是个才人 李隆基之前想册封她为妃子 但王皇后极力阻拦 因为她是武则天的侄女 五鱼儿是为后受她进宫的 你登基以后 我没有把她牵出宫去 是我做皇后的失职 如今陛下喜欢她 可五鱼儿也不是一般人 她也有像武则天那样的雄心壮志 第二天就把亲生儿子过继给了王皇后 没有子嗣的王皇后也对她心生感激 更是将她视为亲生姐妹 很快五鱼儿的付出得到回报被封为妃子 但这也仅仅是她野心的第一步 如果想要像武皇那样全亲朝野 那就必须扳倒王皇后把握后宫大权 这天她终于逮住了机会 夜里她发现一个太监正和宫女在撕毁 五鱼儿一眼就认出了两人 原来两人是一对兄妹牛柜和牛秀 牛秀本是王皇后的宫女 由于前几天家里的父亲病故没钱安葬 他们便偷了王皇后的一颗宝石 五鱼儿听后本想着重罚两人 但接着她便有了别的想法 不仅赠予两人银两作为父亲的安葬费 还将牛秀叫到一旁一阵的安抚 但她想要的是牛秀做自己的探子 时刻监控着王皇后的一举一动 娘娘放心 牛秀知恩必报 万死不辞 与此同时王皇后由于一直生不下的词 妹妹便给她带来一个木雕神像 这是她从神婆那里请来的 只要晚上和皇上同床的时候 将神像放到枕头下面必定会心想失常 但这是属于巫术奶宫内禁忌 很快牛秀将此事禀告了五鱼儿 她明白自己翻身的机会到了 于是她秘密派人抓捕了神婆 经过严刑拷打很快得到了确凿的证据 第二天有大臣便将此事禀告了李隆基 这让她勃然大怒 很快李隆基来到了王皇后的寝宫 一会便找到了那个仇子神像 尽管王皇后表示自己乃是仇子心切 希望得到李隆基的原谅 可皇家最痛恨的就是宫内出现巫术 你把朕留在宫中 仗朕中了你的圈套 上了你的当 我坏公规玷恶公为 愚弄寡人 你 你也配做皇后吗 不管王皇后如何的哀求 李隆基还是一脚将结发妻子踢开 这一幕让牛秀也很是悔恨 当天在朝堂上李隆基便决定废后 但王皇后再为多年深得人心 宋景等众位老臣都为她求情 可此时李隆基已经开始专权 她已经下定了决心 此时王皇后摘下头顶的凤冠 她不明白这件事是如何暴露的 十年的感情仅仅因为一件小事被废 这便是后宫女人的悲哀 此时她身着素衣走出寝宫 那些侍奉过她的宫女纷纷跪拜 她的仁慈可以换来任何人的尊敬 却得不到丈夫李隆基的谅解 此时她只能将所有的委屈 吐露在寿王李茂的怀里 就在这时武惠妃假惺惺的感恩 她的演技得到了武则天的真传 那种姊妹情深被她演的活灵活现 直到此刻王皇后也不知道 害她的人正是武惠妃 这一刻她扳倒了所有的威胁 武惠妃决定取而代之自己做皇后 很快病危的姚崇得知了王后被废 她叫来好友宋景安排后事 直到此刻她还是惦记着李隆基 宋景也是深感忧虑 姚崇明白这次王皇后被废一定跟武惠妃有关 而如今武惠妃深得皇上恩宠 一旦她被分为皇后 那他们武家的血统一定会反族 霍乱朝刚必不可免 吩咐完这些一代名向姚崇离开了人世 事后李隆基亲自赶来吊宴 他明白大唐失去姚崇等于自断一臂 事后李隆基也感觉到王皇后的事情很是蹊跷 于是他派高丽氏前去探望 此时的王皇后一介不一已没了往日的风光 高丽氏直接开门见山询问他仇子神像的细节 这时侍女牛秀正好赶到 这个宫女牛秀不是慧安宫小太监牛棍的妹妹吗 牛秀听后明白自己已经暴露 但王皇后却依旧觉得牛秀心地善良 不可能做出此等事来 这一刻牛秀彻底破防了 她对陷害王皇后之事深感悔恨与愧疚 这时一口井出现在她的面前 牛秀明白这就是自己的结局 与此同时高丽氏决定将牛秀带走审问 侍女却闯进来表示牛秀跳井自尽了 这一刻真的是死无对证 王皇后到死也不明白自己是被谁陷害的 这一句话让高丽氏丢尽了脸面 俗话说天狂必有与人狂必有祸 眼前这个口出狂言之人是王茂仲 乃是大唐第一辅国大将军 曾经为李隆基立下了汗马功劳 之前他是被为后陷害的死刑犯 是李隆基见他很是骁勇才收为己用 如今王茂仲老来得子 李隆基便派高丽氏前来祝贺 小家伙刚出生变成了无品的公务员 可见李隆基对王茂仲的厚爱 但王茂仲听后却很是嫌弃 他觉得自己为李隆基出生入死这么多年 自己的儿子好歹也得封个三品大员 于是他便将所有的火气撒在了高丽氏的身上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 高丽氏是何许人也 他八岁便追随李隆基侍奉左右 但为了不撕破脸皮 最终他还是忍了下来 与此同时宋景也在赶来的路上 他本就对王茂仲没什么好感 只不过是李隆基下令他才不好搏了面子 面对宋景的到来 王茂仲显得很是恭维 但宋景只不过是奉命前来祝贺 祝贺完说罢便要离去 这可让王茂仲丢尽了脸面 为了找回脸面子 他表示李隆基的天下都是自己打下来的 要是没有自己宋景算个什么东西 高丽氏见他出口成脏便好言提醒 这是我的福地 你少管闲事 你还是管那些没懒子太监吧 这一颗好脾气的高丽氏彻底被激怒了 他本就是奉命行事 如今王茂仲辱骂自己便是对皇上的大不尽 可王茂仲依旧不给面子 他觉得圣旨算什么东西 高丽氏这一颗笑了 俗话说宁惹小人不惹女人 而高丽氏本就是燕人 他可是皇帝身边的人 可以一句话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没懒子的我要管 有懒子的我也要管 这一刻王茂仲感觉到了深深的威胁 当天夜里高丽氏便耍着哭腔 将此事禀告了李隆基 李隆基听后大怒 为了安抚高丽氏 李隆基直接封他为右肩门卫大将军 武惠妃很有心机 当即为高丽氏送来一杯酒 表示一定会为他报仇 接着他又在李隆基面前煽风点火 第二天李隆基便费了王茂仲的将军之位 将他贬到江州流房 根据武惠妃简意 王茂仲行至永州后 追赵赐死 而这一刻武惠妃虽不是皇后 但他的一言一行已经开始影响李隆基的决策 其实李隆基也想册封武惠妃为后 但宋景早就预料到了这天 于是便拿出了姚虫的临终一笔 李隆基对于姚虫宋景很是尊敬 也决定至此以后绝不提议此事 可宋景死后武惠妃勾结李隆府 再次提出了立后的事宜 此时的忠书令宰相乃是张九龄 他也是极力阻止此事 但张九龄在李隆基心目中的地位 完全不及姚虫宋景 之后更是被武惠妃陷害不得善终 李隆基也即将开始走向堕落 这一句话让李隆基差点笑喷 而眼前这个貌似憨憨实则狡诈的混血 便是大唐霍乱志愿安禄山 这次由于他是私自出兵追敌 导致损兵折将 所以才被押来京城问罪 张九龄觉得他目无军纪暗律当战 可安禄山是个油枪滑掉的主 李隆基再次被他逗笑 面对这个忠心耿耿的胡二 李隆基顿时起了怜悯之心 于是便问李隆斧的想法 李隆斧最善于察言观色 接着便表示安禄山私自出兵的确不对 但他的出发点却是为了维护大唐江山的尊严 这点正中李隆基的心思 但死罪可免活罪难扰 于是便将安禄山消之留用 陛下臣以为此不妥 退朝 事后安禄山对李隆斧很是感恩 这也为他之后的叛乱留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武惠妃之女贤一公主迎来大婚之日 也正是这天杨玉桓登场 武惠妃第一次见她便很是喜欢 她想让玉桓做自己的儿媳妇 事后武惠妃召见了杨玉桓妇女 而杨玉桓居然是前朝隋阳帝的后人 这让武惠妃对这门亲事很感兴趣 而嫌疑公主则是和杨玉桓成了好姐妹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好姐妹日后不仅成了她的嫂子 还成了她的小妈 娘娘相冲你了 玉桓得知这个消息是又惊又喜 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飞冲天了 她说 你很像她年轻的时候 聪明温顺知书达理 还给你算了命呢 说你的命啊 也像她一样 大福大归 公主可不能乱说 回到宫内的武惠妃当即将此事告诉了李隆基 可此时的她还不知道杨玉桓长什么样 说罢她便派高丽氏前往洛阳接亲 与此同时得到消息的杨玉桓 开始幻想日后的幸福生活 高丽氏第一次见玉桓也被她的容貌所惊讶 于是她刻意地叮嘱 表示宫内不同于民间 里面的尔虞我诈实在是太多 希望她耗子委之切勿参与正事 第二天众人便启程前往长安 途中他们路过了马维坡 这里的一处寺庙将玉桓吸引 进门后发现一位高僧正在坐禅念佛 女施主 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 你猜 老和尚告诉她人生的起点也是归宿 命运的轮回谁都改变不了 可此时的玉桓不懂这些禅机庙语便离开了此地 不想多年后她会命丧于此 我们会见面的 李隆基一日杀三子 等张九龄赶到时为时已晚 他不明白前期那个英明神武的唐明皇哪去了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便是武惠妃 他继承了祖母武则天的心狠手辣 早就想废掉太子李英 扶持儿子李茂坐上储君之位 于是他趁着李隆基外出打猎 派遣宫女在自己的寝宫点火 营造出一副宫中发生叛乱的假象 接着右派心腹将此事禀告太子 李英听后没有多想 当即带着两个弟弟便要去平息叛乱 与此同时玉林军首领陈玄里同样得到消息 由于夜黑风高双方人马没看清 都以为对方是攻入皇宫的叛军 很快是杀在一起 而武惠妃又派人将密谋造反的诏书 藏在了太子李英的东宫 所有的计划安排妥当 武惠妃很是委屈地找到儿子李茂 让他催促李隆基赶紧回宫 而太子李英和陈玄里也很快发现都是自己人 立马停止了内乱 等第二天李隆基赶到时 武惠妃装出一副可怜象 表示太子私自带兵入宫要处死自己 李隆基听后大怒 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 直接将三个儿子抓了起来 大臣们觉得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猫腻 希望李隆基李智处理此事 可就在这时陈玄里在太子东宫搜出了密诏 连谋反的习文都写好了 杀慧妃以清君策 真是狗敢包天 你们看吧 失去李智的李隆基 当即下旨将三个儿子贬为庶民赐死 太子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是前去救人的 怎么无缘无故变成了叛乱 三人表示要面见父皇 可这一切都是李陵府和武惠妃勾结的 他不可能给三人任何回旋的余地 而高丽是明白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于是他紧急派人向张九龄求救 张九龄得知后 顾不得年迈的身体一路快马赶来 可等他赶到时已经迟了 张九龄此刻深深地感到绝望 太子啊 当天夜里他便亲笔给李隆基上仗 将李隆基骂了个猪狗不如 张九龄 你这只老乌鸦 你骂吧 骂吧 难道我愿意这样做吗 谁愿意杀自己的儿子 李隆基此时也察觉到这其中一定有猫腻 但身为君王 他是不会承认自己犯错的 毕师 是他们犯上作弄 是他们咎由自取 你说对吧 高丽是能说什么他已经尽力了 事后李隆基找到大哥宁王诉苦 经过两人的探讨 他才得知是武惠妃密谋的 武家的人大概都有这种血统 身上流的血都是冷的 夜里李隆基经过佛堂 里面居然有阵阵的哭啼之声 原来是武惠妃在忏悔祈祷 这一刻李隆基确实了真相 但他没有追问却选择沉默地离去 而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武惠妃也将迎来他的落寞 每到夜里他便会梦到三位皇子前来锁命 最终他受不了精神上的摧残而认罪 武惠妃死了 但李隆基是多情的 他明白武惠妃唯一的心愿便是做皇后 于是他不顾三位儿子的冤死 追封他为甄顺皇后 李隆基夹起一只香喷喷的油炸蚂蚱 接着便送入嘴中咀嚼起来 这让一旁的大臣们都心惊胆战 因为在古代人们都认为蝗虫乃天降神物 只能跪地祈求不能随意捕杀 但李隆基却不这么认为 味道挺不错的 就在开元四年五月 大唐发生特大面积的蝗灾 蝗虫所到之处将当成熟的小麦吞噬殆尽 可由于古人对蝗虫的认知有限 认为蝗虫是神虫是来惩罚他们的 灾民们无奈只能焚香祈祷 祈求上仓收回惩罚 很快灾情传到了李隆基这里 大臣们都劝他开谈祭天 但宰相姚虫乃是三朝元老 当年武则天时期也发生过蝗灾 可就算举行了祭天大典也毫无成效 他觉得情况如此危机应该人力捕杀 可一众大臣听后却极力反驳 因为蝗虫乃是神虫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他们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为 飞黄乃皇天所加 世代被奉为神虫 所以飞黄的皇子是虫子旁 加个皇子 飞一般之虫可比 岂能不为杀之啊 蝗虫不为捕杀 百姓就会饿死啊 不祭天而杀天虫 若惹怒上仓会降罪人事的呀 倘若上天降祸 臣谣宠冤一人称呢 李隆基听后也下定了决心 说罢便派张九龄前往灾区 督办灭皇事宜 可等他赶来灾区后 当地的官员也觉得 灭皇会引来更大的天灾 齐灵清差啊 自古以来飞黄就是天降之灾 只有靠官员百姓诚心祈祷 感动上天 飞黄就能收回啊 张九龄明白灭皇比较难办 为了杀鸡景侯 他直接将当地官员革置查办 可他的行为引起了众目 差点被百姓活活打死 但这更加坚定了 姚虫灭皇的决心 他提出了当年楚王实质的典故 因为黄虫是神虫的思想 是世代传下来的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 唯有君王亲自出手 才能打消老百姓的顾虑 此时的李隆基也是一心 为百姓着想 当即便下定了决心 可就在这时手下来抱 姚虫的次子生命垂危 等姚虫赶到时已是 白发人送黑发人 大臣们觉得这一定是 姚虫灭皇引来的天法 王皇后更是愚昧无知 最终李隆基被姚虫所打动 亲自赶到了灾区 为了打消老百姓的顾虑 李隆基先是拜相祭天 上报自己灭皇的决心 如有天法 那自己愿意一人承担 说罢他派人开始制作油炸蚂蚱 很快一盘金黄酥脆的美食 摆到了众人面前 姚虫本想着上前试用 却被李隆基阻拦 他要让百姓看到 自己灭皇的决心 接着便将蝗虫放入自己的口中 但很快他的脸色发生了巨变 大臣们以为出现了什么意外 可李隆基很快撇嘴一笑 又拿筷子夹起了一只 李隆基的这一举动 很快引起了全国的效果 百姓们纷纷展开灭皇行动 事后都将蝗虫做成了美食 李隆基前往灾区 更是明白了百姓疾苦 于是他下令减免全国三年的赋水 他的开明睿智 让唐朝迎来又一个高峰 开元盛世 很多外国使者前来效仿学习 日本国浅唐使总监 阿贝众马吕 率浅唐使团 朝见大唐皇帝陛下 万岁万岁万万岁 公元717年 李隆基统治大唐仅仅五年 便开创了开元盛世 那是唐朝繁荣的全盛时期 与此同时 日本国派遣唐使第八次抵达长安 而眼前这个身高不足一米五的男人 便是日本遣唐使阿贝众马吕 日本是个崇善强者的国家 面对眼前这个鹦鹉的唐朝皇帝 更是直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隆基对于他们不畏艰险赶来求学的精神 也是由衷的钦佩 而阿贝众马吕来唐已经三年有余 对于唐朝的文化很是崇拜 不仅精通我们的语言文字 就连诗词歌赋也有一番研究 说罢他便拿出自己为大唐皇帝所做的诗词 阿贝众马吕的文采 让李隆基起了爱才之心 更是给他赐名为朝衡 李隆基明白他们千辛万苦赶来 为的是学习中华文化而兴盛日本 但一个国家强盛的根本 取决于朝廷的典章制度 李隆基觉得光学习只上谈兵不行 说罢便问姚崇是否可以让他们在朝中任职 这样不仅能发挥他们的才能 也可以将典章法规如书地传授给他们 可姚崇却表示自贞观以来 日本派遣唐使不下千余人 可都没有在本朝做官的先例 而卢怀胜也觉得不妥 一旦让他们了解了朝中大事 那将来怕是会引狼入室 这日本人我们对其不是了解 学经习义尚可 但不亦在我朝为官 可李隆基听后却是哈哈大笑 他觉得大臣们的目光太过短浅 因为日本天皇派遣唐使 就是为了兴盛日本教化民众 这样不仅可以输出中华文化 还可以与邻国交好何乐而不为 李隆府最大的本事就是察言观色 当即对李隆基一顿拍马屁 陛下吃蝗虫 而天下灭蝗灾 不也是前朝帝王无先例之创举吗 况且我大唐以礼仪教化天下 日本前唐使在朝为官 回国之后 必与大唐亲如一家 事已至此众人也不能反驳 姚崇觉得只能授予他们无凭以下的官职 但李隆基前妻是个为贤适用的明君 当即封阿贝中马吕为光禄大夫 官居正四品可与朝中大臣共商博士 李隆基也是信奉的儒家学派 他觉得中华的人文精实 乃是极数千年的天下精粹而成 普天之下皆可学而用之 李隆基此刻真的是胸怀大臣 而等前唐使以勉力学习 学成之后愿回国者可回国振兴日本 愿留大唐者可经科举考试 受官任职 与本朝之英才一世同仁 谢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的危险任用 确实将大唐的国力提升了一个档次 而扬州更是成了世界级的商贸城 各国的商人都在这里做生意 于是李隆基决定设立一个航运士总监的职位 专门负责管理各国商人与税收 有人提议让李林府出任 因为他做人圆滑善于理财 可姚崇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这个职位至关重要 经手的财务税收都是以百万和千万作为单位 需要一位亲民连结的官员担任 他推荐张九龄丹此重任 可李隆基却有别的想法 前些日子姚崇在灭皇期间小儿子病逝 这让李隆基深感愧疚 于是他决定破格路用姚崇的大儿子 做港运士总监 这让姚崇惶恐不安 全子姚依自幼久居京城见识不广 航运总监位高权大 他断难胜任 可李隆基的这个决定乃是深思熟虑过的 为的就是补偿姚崇的丰功伟绩 可也正是这个决定让一生清廉的姚崇 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姚崇明白大儿子能力有限 很是不放心 你辞去首要的一条 就是万万不可贪财 父亲放心 孩儿一定连结奉顾 姚依这个好大儿满嘴的答应 可他刚刚上任就出现了意外 姚像龙儿子管咱们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姚像龙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咱们送礼给他 他当然敢收了 谁敢告他呀 果然姚艺的手下没顶住诱火 收下了商人贿赂的宝贝 这件事很快捅到了广州都督送锦这里 由于姚艺私自给波斯商人免税 直接让一传的丝绸损失了几百万钱的税收 姚崇送锦本是多年的故交 此刻他也是犯了难了 他明白姚崇这几年改革新政 已经将那些皇亲国妻全部得罪 一旦他通过常规手续将此事上报 那么姚崇必将身处漩涡之中 无奈之下 宋锦直接将此事禀告姚崇 姚崇看后直呼逆子 不争气的东西 直接将他气得心口之疼 可就算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姚崇也决定秉公执法如实上报 李隆基得知此事后 便派李林府去调查此事 这件事可是个烫手的差事 姚相国高居相位大权在握 他的儿子又是陛下亲自指派去扬州的 偏偏宋锦这个不怕死的老头 掺了他一本 现在派我这个小小的御史去查办此案 中了得罪了姚相国 清了送警不依不饶 那你不去让别人去办行吗 那怎么行 圣旨以下怎好为止不去呢 李林府本就是个机灵鬼 为了独善其身 他硬是自己掉马摔断了腿 当天夜里李隆基也在为这件事偷疼 姚一本是自己派遣的钦差大臣 谁想到居然出了这等丑事 虽说这是姚一的手下人干的 但他也有监管不严的罪责 第二天李隆基便亲自探望了姚虫 他们虽是君臣关系 但李隆基却将姚虫看作自己的老师 姚一一案 朕已经亲自处置了 扁他为汴州长使 你看如何呀 太轻了 太轻了 就这么定下来了 李隆基的宽宏大量让姚虫愧不敢当 但这样的丑事发生 他已经无脸在担任左相之职 宰相一职位高权大 不宜由一人常年就任 否则 再明智的也会变得糊涂 再贤良的也会变成交涉 往陛下明见 那以姚卿所见 谁来接替你这个重任呢 老臣早就想好了 谁 宋经宋大人最为何宜啊 宋经为人 耿直无私 极恶如仇啊 当年则天皇帝在位时 敢于冒死抗争的是他 为后临仇 敢于痛斥坚定的也是他 后来与老臣一起共同辅佐陛下 长知身价性命欲不顾 最终李隆基听从了姚虫的意见 而宋经也确实是最好的人选 李隆基觉得国家安定百姓温饱 这只是忠心大业的开始 而欲求天下之盛事 那就必须收敛天下有志之士 两人的观点说到了一处 不过这书院的院长 需要一位才学和威望兼具一身的贤者 宋经当即想到了一个人 可李隆基却拦住他 表示两人将自己心中的人 选个写到纸上 看看是否是同一个人 李隆基这老东西真不知廉耻 他居然将魔爪伸向了儿媳杨玉环 父王 玉环被他荒唐的举动吓坏了 就在这时有两名侍卫赶来 李隆基的心里气得直骂娘 没看到我在帮儿媳辅导作业吗 而玉环则是趁机溜之大吉 此时李隆基虽心有不甘 但他明白有了第一次第二次便不甘了 其实李隆基也是个情种 自从武惠妃死后 他便相思成吉整天茶饭不思 虽说后宫家力三千 可李隆基就是提不起兴趣 但只要他见到玉环这个好儿媳 李隆基便瞬间打了鸡鞋好似年轻了十几岁 而回到府内的玉环则是忧心忡忡 他不敢想象白天在野地里的那一番场景 可不知其中缘由的寿王礼貌 则是对李隆基相当的崇拜 他向玉环讲解父皇五岁便能骑马 那玉环之术可以说是天下第一 可他不说骑马还好 一说这些杨玉环便心里知隔音 无奈之下只能羞红地离去 与此同时李隆基彻底地沦陷了 夜里他睡不着满脑子 都是玉环那丰满的身姿 于是他大半夜地将高丽氏叫来 陛下 有什么急事啊 我睡不着啊 高丽氏当然明白 他是惊虫上脑了很是无奈 接着李隆基便装出一副可怜相 表示他最爱的武惠妃先他离去 三个儿子又被自己杀害 自己这辈子是造了什么孽 活得没什么意思 可是自从我见到他之后 你知道吗 丽氏 正好像变得年轻了许多 心潮汹涌难以平静了 只要一闭上眼睛 他的银龙笑貌就出现在真的眼前 此时高丽氏瞧他的眼神满脸的鄙视 为何如此不要脸的话 让李隆基说出来是如此的理所当然 高丽氏对于此事很无奈 因为杨玉环不是普通人家的妻子 而是他儿子受亡的皇妃 可此刻李隆基已顾不得什么世俗伦理 他祈求高丽氏哪怕让他见上一面也好 为了李隆基的授欲高丽氏那是煞费苦心 于是他找到玉真公主希望让他撮合此事 为了哥哥的幸福玉真公主刻意地接近玉环 这天玉真公主邀请玉环到寺庙参观 可谁想到李隆基也在这里 无奈之下玉环只能下跪行李 李隆基本想着和人家亲密接触 可玉环却躲开他的咸猪手 这让三郎很是甘大 但为了吃到玉环这块肥肉 李隆基还是贴着脸与两人一起喝酒 由于杨玉环酷爱音律舞蹈 李隆基特意为他准备了大事国进贡的乐部 玉环看得很是着迷 而玉真公主见时机已到便带人离去 李隆基则是开始暴露本性 此时玉环的事业线完全暴露在眼前 接着李隆基借机来到玉环的身边 为他讲解音律上的奥秘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李隆基闻着那阵阵的清香 他的眼神愈发的大胆 那炽热的气息烫得玉环心里直发毛 而李隆基则是慢慢来到了玉环的身后 他的眼神像急了一条恶狼 这让玉环更加的焦躁不安 玉环 父皇 父皇 李隆基这老东西果然有先悲人的血统 竟然想对自己的儿媳妇下手 眼看玉环对自己如此抗拒 李隆基无奈只能摆出皇帝的架子 强行要求玉环坐到自己腿上 玉环不敢相信这话是从李隆基嘴里说出来的 可他没有办法因为李隆基不仅是他的公公 还是大唐的皇帝 但玉环没有听从他的指令 而是坐得离李隆基远远的 来来来 坐近点 坐过来啊 面对公公李隆基的引诱 玉环表示自己是儿媳要遵从礼法 不能破坏肛场 可李隆基的不要脸是出了名的 你不过来啊 那我过去 玉环听后都惊呆了 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可李隆基不管那些 嬉皮笑脸的坐在了玉环的身边 而玉环则是赶紧躲开 但李隆基却满脸的不在乎 反而是酝酿了一堆的虎狼之词便要表白 可就在这时玉真公主赶来坏了两人的好事 玉环抓住机会赶紧溜走 事后他不敢将此事告诉寿王礼貌 可第二天李隆基便明目张胆的 派人到寿王府邀请玉环进攻线武 玉环明白李隆基的心思很是抗拒 可礼貌却不明其中缘由 还让他一定要将父王哄高兴 玉环无奈只能表示自己偶感风寒身体不适 啊 告辞 你怎么了 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我是不舒服吗 我头疼 头疼得厉害 很快李隆基这边得到消息 寿王妃太不给面子了 但高丽氏却觉得这是件好事 说明玉环已经明白了三郎的心意 李隆基听后当即醒悟 虽然寿王李茂才是他心目中的太子人选 可为了得到玉环第二天他便放弃了这个想法 直接立李亨为太子 这是所有大臣都没想到的 但事后李茂却对大哥李亨是真心的祝福 他明白自己懦弱无能当担不了如此大人 可玉环却很是愧疚 他觉得是自己的不知好歹 才让丈夫李茂失去了太子之位 事后李隆基为了彻底拿下杨玉环 他便邀请所有的皇妃们都去离山游玩 可期间玉环突然得到李隆基的召见 这次他没有抗拒 反而是盛装出席 此时两人你知我心意我懂你需求 你先去洗个澡吧 期间的华清池除阵之外还没有人用过 来啊 赐玉华清池 就此华清池里面的故事即将上演 这是杨玉环沐浴华清池的名场面 春寒赐玉华清池 温泉水滑洗凝汁 很快杨玉环退去薄杀 那双胶白圆润的眉腿缓缓踏入水池 而李隆基则是偷偷摸摸地溜了进来 接着他便透过连沙 看向泳池内的那一抹春光 李隆基此时浴火焚身 就当他要上前想给玉环搓澡 是却停住了脚步 这一刻他明白心急吃不了嫩豆腐 里面的那个小妖精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喂 有人吗 其实此刻的玉环也是明知故问 李隆基对他的心思他怎会不明白 而玉环的刻意为之 无非就是男女之间的极限拉扯 绕在中间享受着帝王般的待遇 随着那珠帘的拉起 此时玉环像一条娇弱的美人鱼 等李隆基赶来食事女们乖巧地退去 此时玉环已经懒洋洋地睡去 那一抹红潮衬托的他更加娇艳动人 这一刻李隆基彻底忍不住了 由于此处不好看我就替大家看了 事后他派专车将玉环送回府内 可此时玉环的心理却是愈发的愧疚 他不明白自己刚刚为何那样的疯狂 李隆基看着他离去的身影 满满的都是留恋 李氏 他无论如何要成为朕的人 朕不能没有他 高丽氏却表示这是有为刚常 故意操之过急 可李隆基却忍不了 他表示人生苦短自己已经快六十了 这小身板还能折腾几年 跟他在一起 绝非寻常的男欢女爱 而是销魂失魄 乌山云雨 那真是神仙的经历啊 李隆基的这番说辞真的是龌龊到了极点 完全不考虑高丽氏身为太监的感受 与此同时杨玉环已经回到了府内 面对受亡李茂对他的关爱 他心里很是愧疚 由于几天没见李茂当即便要跟玉环加班 可玉环却慌忙起身离开 李茂真是个可怜虫 直到现在他还不明白父皇的为人 而李隆基为了得到玉环 高丽氏便给他出了个馊主意 让他叫来众位王子在宫内大摆学堂 亲自给他们讲解孝经 他表示身为人子便要知父母所想 父母的所想所为要尽最大的努力满足 要有奉献精神 说白了李隆基就是想提示受亡李茂 将玉环让出来献给自己 可李茂并不知情玉环和父皇的关系 反而对孝道听得很诗入迷 这可将李隆基气坏了 他觉得这都怪高丽氏出的骚主意 儿子李茂也是个鱼木脑袋 为了解决对玉环的相思之苦 李隆基特意让画室给画了玉环的血针 每到夜里李隆基便看着画像久久不能入睡 长伦里他必须要得到杨玉环这个人 朕要立即召寿王妃入宫 立即立即 长安城里朝野上下有多少耳目 耳目耳目 难道天下的耳目都是为了视听他人的隐私 才长出来的吗 陛下 你这样频频的召见寿王妃进宫 就不怕宫内外人等议论吗 皇上召见王妃乃天经第一之事 再者 朕则批天下从不敢与臣民宅地之内的事 他们哪个敢愧策议论朕的宫围 无奈之下高丽氏找到了贤衣公主 将玉环和李隆基的事全盘拖出 贤衣公主听后不敢相信父皇是这样的人 接着高丽氏又提出前段时间 李隆基一日杀三子的事 贤衣公主听出了威胁的意思 事后他将此事告诉了寿王李茂 这是从何说起啊 父皇和玉环 父皇怎么连伦长都不够了呢 这一刻他终于知道了真相 但玉环乃是他的真爱 李茂当然舍不得让出来 父皇 不是不久前才杀死了三个皇子吗 为了保命礼貌妥协了 而现在最难办的便是杨玉环的想法 于是他的皇妹玉真公主给他出了个骚主意 让玉环像我一样做个女道士 做女道士 她还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叫做以身奉献入道 李家的这对姐妹真是绝了 接着玉真公主表示正月初二便是他们生母的寿臣 到时候便可以借此机会将道观建在宫内 而玉环一旦做了女道士 那她必须和儿子李茂展断情缘 到时候李隆基便可以趁虚而入了 李隆基听后直呼好计谋 说罢便让高丽氏前去说服玉环 那要我离开寿王府 是 离开寿王殿下 是 那为什么 为什么呀 这一颗玉环崩溃了 她觉得李隆基身为自己的公公 不仅强行霸占了自己 如今还要拆散她和李茂的婚姻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唐明皇吗 陛下为你用心可谓良苦 他这样做就不怕朝野议论 有损于皇帝的威德吗 此乃俗人之见也 有道士真情所致 今时为开 陛下只重真情 轻视议论 亲爱之音不举小节 此乃是陛下圣恩大德英雄的本色 不同于一般的凡人 也不同于历代的君王 果然是非同一般 比她的老祖宗太宗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 玉环身为女人很是无力 她希望李茂能够去找父皇饶过自己 可李茂已经被三位哥哥的死下破了她 只能抱着玉环寻求一时的安慰 这一刻杨玉环彻底心寒了 第二天她便接受了命运的摆布 李隆基直接封她为太真娘子 即日进宫为太后祈福 大臣们听后很是不解 但李隆基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她只想尽快将玉环拿捏在手里 就此玉环身穿道夫彻底成了一个女道士 整天与一个老道谈经论道 可她实在美得不可放物 那灰色的道夫依旧遮盖不住她那盛世容颜 很快她便收到了李隆基的召见 此时玉环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两人一同坐在那金蓝殿之上喝着美酒 很快她便被灌醉带进了寝宫 李隆基见时机已到接着便将她搂入怀中 公公娶儿媳这样的风流运势 或许也只有唐明皇李隆基干得出来 杨玉环本是李隆基儿子寿王的皇妃 可今天她身批凤冠侠配 要正式成为李隆基的贵妃 此刻李茂的心里那是五位家臣 看着父皇与玉环恩爱的场面 她连死的心都有了 媳妇一转眼变成后妈认谁心里也会不舒服 此时李茂彻底成了一个笑话 可接下来便是向贵妃改口的时间到了 皇子们必须向玉环敬酒还得改口叫妈 轮到寿王李茂时 她一脸的尴尬一云言表 玉环也是坐立不安 幸亏王妃及时提醒两人才匆匆离群 事后安禄山赶紧上前献媚 而接下来安禄山的回答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 这样献媚的话你说谁不喜欢听 虽说安禄山的脸像急了一条癞蛤蟆 但她的小嘴实在是太甜 像是抹了蜜似的 把李隆基哄的那是一愣一愣的 这个露山真是寒之可爱忠诚可嘉呀 微臣在禁军的路上忽然做了一个梦 梦见什么了 梦见一位绝色的仙女 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 长大就像贵妃娘娘一样 安禄山实在是我辈之楷模 她将得宠的杨玉环比作了九天玄女 更是要跳舞为大家助行 她那灵动的舞姿更是成为一条靓丽的风景线 而接下来的节目便是 杨玉环亲自编排的霓裳与衣曲 那真的是倾国交融起色黄 能一地主多三纲 此时李隆基被迷得连哈拉子都快掉下来 她感觉能得到杨玉环如此有误 就算被天下人唾弃都值得 而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由于玉环妹妹得宠 杨家一家老小都要被召进宫内 其中杨国中便是最大的受益者 而大监寺中的她也即将走上政坛 与此同时与她齐名的便是口密附件的李林府 如今她已经是权倾朝野 全国各地来的才子在她眼里 竟都是平庸之辈 启禀陛下 四川大诗人李白也来惊应试 难道像她这样的诗人也不算贤才吗 李隆基对李白的文采也是倾慕已久 她也奇怪为何连李白也如不得李相国的发言 可李林府却表示李白的诗词的确都是佳作 但她为人狂傲放荡不羁 实在是没有治国的才能 就此安禄山阳国中李林府三大霍乱齐聚长安 大唐也将迎来腥风血雨 虫子 李隆基就是个老色批 自从她得到杨玉环后便彻底的沉沦在温柔乡 于是便有了那首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而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李隆基怕玉环在深宫中孤独 于是便将她的哥哥姐姐全部接到了宫中 玉环的姐姐杨玉瑶更是使出浑身的魅数 希望李隆基给杨国中安排个一官半职 杨玉环明白女人不得干政出言阻拦 别这样 不要为难陛下 哎呀小妹 一个堂堂大堂皇帝 任命一个枝豆狼有什么为难的 赵哥还不赶快谢恩 啊谢陛下恩典 就此在杨玉瑶的软磨硬炮之下 杨国中硬是从一介不一一飞冲天 成了朝廷的三品大员 这时玉环表示自己想吃荔枝 李隆基听后当即便要派专人 从四川带荔枝送往长安 但玉环却表示荔枝很是娇嫩 刚摘下来三五天还行 时间一长味道便跑光了 而福林距离长安有数千公里的路程 等荔枝送来时早就烂光了 李隆基听后当即让高丽氏想想办法 可高丽氏也为难 这么远的路程不是三五天能办到的 杨国中听后觉得自己表现的机会到了 他表示可以派专使快马日夜兼程 每隔三十里设议驿站 专使在驿站换人换马一站接驿站 快则三天慢则五天 一定可以将新鲜的荔枝送往长安 杨国中的这个主意不得不说是个骚主意 为了几颗荔枝却要劳民伤财 可李隆基却直夸他脑子好使 玉环觉得实在是费人费力不值得 但李隆基却不管那些 只要能让贵妃高兴失去江山他都愿意 于是便有了那首过华清宫绝具 长安回望绣城堆 山顶千门刺地开 一记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识荔枝来 与此同时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辩识 历史上出现最早的顺风快递 他们纵马不屑往返于长安和四川 途中马换人不换 可就算是如此历史上有记载 光是马匹就累死上百匹 而专使更是有数十人死在了途中 可以说这荔枝是他们用血和汗换来的 但这些都不是李隆基想知道的 他只想知道荔枝是否新鲜 会不会让心爱的玉环塞了牙 路上走了多久啊 这天李隆基和玉环实在闲来无事 便想要附庸风雅吟诗作对 排练几首新的歌舞 关键时刻李隆基想起了 四川大诗人李白还在长安 何不请他来续写新词 李白他可是位大诗人呢 臣妻小的时候读过他不少诗 但是要是能把他请来 那再好也没有了 是啊是啊 说罢李隆基便派人宣李白进宫 但李白不愧是酒仙 大白天的他依旧是一副醉鬼的模样 当听到李隆基召见他才患然醒悟 可由于他喝的实在是太多 手下只能将他抬进了皇宫 但他那一副模样实在是惨不忍睹 李隆基当即便要给他喝醒酒汤 李白的话引起了众人的哄堂大笑 就连李隆基也觉得他喝成这样 怕是一篇也写不出来了 可接着李白更是嚣张地将脚搭在了高丽氏的肩上 这让高丽氏很是惊恶 因为这世上只有一个人能如此命令他 那就是大唐皇帝李隆基 可爱于众人都有如此雅兴 高丽氏便随了他的心愿 这一幕引起了众人的哄堂大笑 而李隆基为了戏弄你他 更是亲自为李白醒酒汤 这一刻李白简直忘乎所以 李隆基这次请他来试为杨玉环写诗 三郎我来为他延磨 高丽氏亲自为他递笔却被他一把推开 接着李白便看向了国色天香的杨玉环 三秒过后便开始提笔写诗 很快清停掉第一首顽笔 云响衣长花响容 春风拂见路花浓 若非群玉山头陷 会向摇台月下坟 李白的诗词中都是对杨玉环的轻慕之意 但他的文笔才华深深将李隆基折服 很快三首清停掉都完笔 该诗的第一首以空间的角度书写 牡丹花比杨贵妃的美艳 第二首从时间的角度写杨贵妃的受宠 第三首把牡丹杨玉环与君王柔和融为一起 直接把三首诗的境界提升 如果有谁知道剩下的两首诗 可以直接打在评论区 这鹿花浓也很有韵味 浓浓的露水打在花上 水淋淋的 正好可以比作你呀 水淋淋的多么鲜利呀 李隆基对李白的清平调很是喜欢 直接遇刺他锦袍一件玉酒一壶 李白的诗词中大多都是对杨玉环和李隆基的追捧 他其实有满腔的报复想为国家效应 可李隆基也明白他的想法 当年李陵甫就说过李白持财傲务 虽说有旷世才华但没有治国的才能 李隆基今日也看出了这一点 接着便让李白以后继续研究诗词 李白明白李隆基开创了开元盛世 但如今的朝廷依旧是奸臣当道国之威义 他想在朝作官做出自己的成绩 可李隆基虽说不是前妻时的任贤为用 但也很是清醒 他明白李白这种性格在官场中的缺陷 怀才不欲视正常的现象 李隆基说出的每一点都直击要害 诗词在美也只是附庸风雅 可军国正式的处理其中很是玄妙 其中要做事圆滑处事谨慎 很多时候是非黑白并不重要 可李白的性格注定他融入不了官场之中 李白瞬间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在这个世上有太多的人怀才不欲 或许他们有才但自古书生多于乎 官场中最重要的人情是古 在他们的眼里那就是误悔 可在现实中那便是节节高升的法宝 这一刻李白明白李隆基的良苦用心 一旦他进入官场那必然和李陵福等人针锋相对 到时候就算是李隆基也保不住他 就此李白离开长安选择云游四海 而李隆基则是想要长生不老 于是他便请来太上老君的大弟子张国 太上老君乃山人之师 他老人家在鲁国写《道德经》的时候 山人就在他身旁伺候 李隆基很是昏运对他的话深信不疑 接着便询问其中的细节 他老人家出寒谷关的时候 身旁带有两个童子 其中一人就是山人张国 高利是明白他在吹牛皮 可李隆基却不在乎反而是问张国的高兽 张国被问的突然开始胡说 记不清了 算起来大概有1200岁吧 高利是听后差点笑喷 就连李隆基也心生怀疑 但他依旧想要弄明白长生不老之术 张国告诉他长生的秘诀便在《道德经》中 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清净无为 说明白的就是啥事也别想啥事也别做 吃了睡睡了吃自然就能高寿 张国走后高利是说他就是个江湖骗子 可李隆基却不在乎 1200岁自然是有点虚夸了 然而娶妻十分之一也有一百二十多岁了 谁能想到曾经恩爱的小夫妻 如今会变得如此生疏 这要怪只能怪李隆基这个好爹 自从亲爸爸霸占了杨玉桓后 受亡礼貌死的心都有了 曾经相敬如宾的妻子成了自己的小骂 这换成哪个男人都接受不了 而玉桓虽然受尽了李隆基的宠爱 但她所受的流言蜚语也能将她淹死 这算个什么东西 一个勾引老公公的当妇 竟然封为贵妃 而杨玉桓的姐姐杨玉瑶是个真正的风流人物 她的生性放荡是唐朝女性的标杆 甚至愿意一生都不嫁人 觉得那样会成为一个男人的专属 我不想再嫁人了 现在这样挺好 王公贵妻 达官富豪 都向我献殷勤 前天齐王 就邀我去江泛舟 喝了一夜的酒 三姐 你真风流 与此同时太子妃正谈论着两人的话题 还直呼杨玉瑶是个小寡妇 听说 和她的堂兄杨国忠 明来暗趣的 杨玉瑶听后 便要上前争论却被玉瑶拦住 但她却将此事记在心里 而杨玉瑶和堂哥杨国忠也却有歧视 两人早些年在四川便明目张胆的来往 这天玉瑶刚从寺庙拜乡完准备回宫 正好遇到寿王李茂一家赶来 两人的偶遇让李茂很是尴尬 正当她想要溜走之时 寿王 李茂见躲不开只能带着家人磕头跪板 这便是身份的悬殊 玉瑶赶紧让他们起身 此时的气氛很是尴尬 关键时刻还是玉环看向两个孩子捅破了窗户纸 她看着两个乖巧懂事的孩子 心里满满的都是嫉妒 但嘴上只能夸赞李茂好福气 寿王妃很是贤惠见玉环想要酗酒 便带着孩子离开了此地 接着玉环便抱怨李茂这么长时间也不进攻探望 可李茂心里的苦谁懂 她曾经也多次前去探望 可李隆基都不给她机会 玉环当然也明白其中的缘由 李茂悄悄眯了玉环一眼 接着便恭维地表示娘娘还是那么年轻漂亮 她的话顿时撬动了玉环那颗沉寂已久的心 玉环表示自己是被逼无奈的 心里其实一直惦记着李茂 我是以女道士的身份入宫的 已遭人非议 阿茂 我们俩分开是不得已的 为什么要把这一切都强加在我的头上 玉环情绪愈发地激动这可吓坏了李茂 一旦让父皇知道两人悄悄思毁 那自己的小命怕是不保了 说罢她便扔下玉环一人溜走 像极了她当年丢弃玉环的场景 没有人能跟我说心里话 我走 还是那个老样子 真想请贵妃娘娘做小陈的妈 安璐山实在是个奇葩 她居然要认比她小二十岁的杨玉环为妈 这差点没把李隆基笑叉气晕死过去 而玉环则是尴尬到了极点 可安璐山却脸皮厚得很 她明白李隆基爱听好话喜欢受人恭维 于是便夸贵妃杨玉环乃九天玄女下凡 如果自己能让仙女做妈 那定能占无不胜功务不可 李隆基被她逗得差点笑过去 好吧 玉环啊 你就认这么个 呃 胡人的儿子吧 少臣叩见母后 千岁千岁 就这样杨玉环稀里糊涂的做了安璐山的妈 与此同时玉环的姐姐杨玉瑶赶来 李隆基便将此事告知于她 杨玉瑶听后也简直不敢相信 可安璐山并不尴尬 在她的人生格言中 只要自己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别人 这一点就连大监寺中的杨国忠也不由得佩服 接着便又认了杨玉瑶为姨娘 哎呀好的好的好的 起来吧起来吧 安璐山接过杨玉瑶那安慕西保养过的右手 接着哈喇子都差点留下来 因为杨玉瑶实在是太有韵味了 她全身散发着那股少妇独有的气味 是男人梦中最高规格的盛宴 而杨玉环自从认了安璐山这个好搭后 便心里知隔音 毕竟两人的年龄差实在是太大了 说出去怕是会被人笑话 可李隆基明白安璐山虽然憨直可爱 但她毕竟是朝廷第一猛将 如今突厥边境都靠她来镇压 收她为儿子也是为了拉近关系 而且李隆基还要给她在长安建造福底取妻生子 她觉得这样便能稳稳将安璐山拿捏 李隆基心里想得挺美 但她却不明白安璐山乃是突厥人和遗族生下的混血 在她的身上始终都是野性未处 安璐山自从进宫后便整天的玩乐 杨玉瑶早就将她视为野位 她不在乎安璐山那满脸疙瘩的蛤蟆脸 发誓要将她收入自己的石榴裙下 两人之间仅仅一个眼神便说明了一切 当天夜里杨玉瑶等待着鱼儿上钩 手挂这么多年了她还没玩过满脸疙瘩的蛤蟆 果然没一会一颗大脑袋推开了窗户 伸手很是敏捷地爬进了寝宫 而此时的杨玉瑶这时假装睡了过去 安璐山看着风韵犹存的三姨娘 接着便开始动手杨玉瑶假装抵抗 因为她是个江湖老手 明白女人越是这样男人便愈发的亢奋 你别 你不怕 我们胡人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死都不怕 那你死一个让我看看 只要三姨娘一句话 我马上死给你看 杨玉瑶拿舍得让自己的夜宵着凉 接着便将安璐山拉进怀里 表示自己是闹着玩的 不得不说两人都是老司机 那种极限拉扯被他们玩得是淋漓尽致 但就在这时杨玉瑶的御用夜宵杨国中赶来 可侍女却告诉她杨玉瑶已经休息了 杨国中无奈只能信信离去 等两个小时过后 安璐山对杨玉瑶的身法很是满意 等我当了宰相啊 就一定娶你为妻 杨玉瑶听后哈哈大笑 她已经发誓这辈子不嫁人 要嫁也只有皇帝能配得上自己 可安璐山乃是个胡人一辈子也翻不了天 我告诉你 胡人未必当不了皇上 接着两人继续研究蛤蟆与黑天鹅的故事 等第二天杨国中赶来时 便发现了安璐山的红肚豆 昨天晚上她来过了 告诉你我累了 早早的就睡了 杨玉瑶简直就是骗三岁的孩子 杨国中与她玩了这么多年 一个寡妇你说她能早睡 这就是骗鬼了 没一会杨国中便发现了安璐山的罪证 但杨玉瑶却完全不搭理她 杨国中被激怒接着便要教训于她 滚开 你凭什么管我 她昨天来了 在我床上睡了 你敢打我怎么样 我是党父 你是什么东西 没有我 有你杨国中的今天 你能来长安吗 你居然敢骂我 好 就此以后杨玉瑶彻底甩了杨国中 每天都与安璐山研究学术问题 谁愿意杀自己的儿子 他们都是我的亲生儿子 多年前李隆基一日杀三子 可今天李隆基又对太子李哼起了杀心 我已经杀了三个儿子了 难道还要杀了第四个儿子吗 而这一切都是李隆基的干儿子安璐山引起的 在李隆基的眼里他是个憨傻可爱之人 可在外面他却杀法果断 为了冒功领赏 他竟然屠杀边境的百姓冒充突厥士兵 他干的荒唐之事传到了河东捷渡使王中寺这里 王中寺准备将此事禀告李隆基 可如今的宰相乃是安璐山的靠山李陵府 两人一个手握重兵一个权倾朝野 就算他们上召也会被拦下 无奈之下他只能先来到东宫找太子李哼 李哼得之后也是愤恨不已 因为李隆基刚刚封安璐山为范阳节度使 王中寺听后也感觉不可思议 范阳节度使下馆幽州苍州等九个州 加上平鲁的两个州和安东都护府 整个东北河北都落到他一个人手中了 此时安璐山的权力已经把控了整个北方 而李陵府又和他狼狈为奸 内外侧应一旦有变 那大唐就真的要变天了 可王中寺在近东宫府时被李陵府的手下所撞到 不等他们反映李陵府便提前参了他们一本 现在太子殿下聚集了左相李氏之 陕州太守兼姦怀转业使为奸 河东街度使王中寺 在府中命意参奏臣下一清君策 因为当年姚崇座宰相时定下一个规矩 亲王与大臣不能秘密往来 一旦此事发生那清泽流放重的处死 而现在东宫聚集着太子的老师 还有一个李亨的兄弟 再加上一个手握重兵和太子一起长大的王中寺 文武交汇内外呼应 这不明明是相装武剑意在佩公吗 李隆基听后大怒 因为在他们李家这种事屡禁不止 但他依旧不相信李亨会做出这种事 可李陵府却抓住此事不放 他一定要让李亨带上这个模反的屎盆子 当天夜里李隆基便派人包围了东宫太子府 他倒要看看长江后浪能否推翻前浪 而得到消息的几人明白大事不好 无奈之下赶紧跑出来给李隆基下跪 李隆基首先质问王中寺身为边将 为何回京后不先进宫面舍 而是跑到了太子府于一和围 王中寺表示自己回京的当日便要夜见陛下 可李相国却告他陛下正在进行修炼不与接见 无奈之下才敢来向太子禀告 难道你不知道天无二日我无二君吗 太子怎么可以代替皇上呢 王中寺听后当即便表示 自己上诏的内容正是希望陛下清除逆贼 逆贼何在啊 唯有安禄山内有李陵府 放肆 你们大臣边将聚集太子府策划于密室 是何意图 此时李隆基已被李陵府蛊惑 太子李亨想要解释 可李隆基哪里听得进去 事后李隆基心情烦躁 他来到大哥李成器的灵牌面前 希望大哥给他指条名路 李隆基也不想一想 从他们太宗皇帝李世民开始 这种杀凶是负的基因便埋在了骨子里 何况他自己手里也沾满了同胞的血液 但李隆基之前杀死三个儿子 已经有了前车之剑 他也怕一失足再成千古恨 就在这时高丽世赶来 多年前他就想救下那三位皇子 可最终还是迟了一步 如今他不管怎样都要保住太子李亨 如今太子殿下只不过参奏了李相国安将军 他并无谋反之意啊 李隆基其实也舍不得 毕竟血浓于水啊 再加上高丽世的提点 最终他决定饶过李亨这一回 可宰相李隆基很快赶来 他表面是安抚李隆基实则确实来逼宫的 他表示如今人赃俱火 希望李隆基尽快处决太子等人 安排自己人顶替他们的位置 第二天李隆基便下旨 将王中寺李世之还有太子身边的人 全部贬出了京城流放外地 可李隆基并没有任用李隆斧所推荐的人 反而是将杨国忠连升三级 这可将李隆斧差点气死 但王中寺李阔之等人最终也没拉下好结果 最终李隆斧又联合杨国忠多次陷害两人 李隆基受到蛊惑直接将他们刺死 可李隆斧则是羽虎谋皮 他没想到杨国忠的野心不小 居然又在李隆基面前 举报了李隆斧的心腹杨圣经 导致他失去了一位左膀右臂 一病死死 是 我早就说这里面有鬼 原来这鬼是杨国忠 来日方长 你等着瞧吧杨国忠 任命杨国忠为御史大夫 兼太府清兼陕州太守 兼江淮转运史亲此 这一刻就连李隆斧都有了危机感 可杨国忠手里的权力越大 他便愈发的迷失 手下为他送来大量的奇珍异宝 可他却贪得无厌 要再送不来像样的东西 可别怪我杨某不客气 是是是被指告辞了 而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杨国忠的得势让他手里的家奴 都开始飞扬跋扈 还将当朝公主的侍卫当街报答 你们是干什么的 怎么回事 你们为什么打人 我连你都一块打 知道 该死的奴才 你敢打公主殿下 驸马等人何时受过如此委屈 接着便要派人将他拿下 可杨国忠的家奴平日理嚣张惯了 说罢便朝着两人继续鞭打 事后贤疑公主委屈的找到父皇哭诉 什么人敢打公主 反了天了 杨家的奴才还骂公主是什么东西 贤疑公主哭得死去活来 李隆基质问是哪家的杨府 庞安城里还有哪个杨府的奴才干这样仗势欺人 就是贵妃的哥哥姐姐五杨府 李隆基听后也是猛啊 很是尴尬的看向旁边的杨玉桓 玉桓也被蒙在鼓里 只能先上前安慰贤疑公主 谁想人家完全不买他的账 当年玉桓进宫作寿王妃时便是贤疑公主介绍的 可谁想到今天却落得如此下场 她真的是悔不当初啊 此刻的李隆基真是为难 一边是自己疼爱的公主 一边是最宠爱的贵妃 她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而杨国忠刚回到府内便得到了消息 可看着一家老小稳如泰山的样子 她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 而这件事正好给李隆府抓住了把柄 她表示杨国忠的家奴当街暴打嫌疑公主 这种行为是在挑战李家皇室的尊严 杨国忠听后赶紧解释 表示自己已经严惩两位家奴 驸马也委屈得很她想为公主出气 她表示杨家的家奴狐假虎威必须严惩 可李隆基听的脑袋都大了不想搭理她 事后杨玉瑶带着杨家女眷面见李隆基 奴才打了公主杀了他们就得了 杨驸马的话说的也太过分了 他骂奴才狐假虎威仗势欺人 这不是借题发挥辱骂贵妃吗 现在的李隆基彻底的昏晕了 谁想到第二天不仅没有处罚杨国忠 仅仅将杨家的两位家奴贬出京城 反而驸马也确实遭殃了 驸马都为杨回 无容忍之德小题大作出语不逊 诽谤贵妃 自免去其户部侍郎及都为之职 容闭门思过亲此 此时的杨国忠真的是人声得意 还在李隆府的面前一阵的嘲讽 就在这时前线传来战报 南赵出兵五万向我西南边疆进犯 李隆府得知这个消息却很是高兴 因为杨国忠刚刚升任贱南节度时 只要他奉命前去赴任 那杨国忠定会马格果施战死沙场 李隆府的这招不所谓不毒呀 李隆府死后到底有多惨 灵台被人推翻 红木棺材被砍烂 就连他嘴里的叶明珠也被拿走 所有家产冲公子女被流放闽南 而这一切都是拜杨国忠所赐 今天是他凯旋而归的日子 光斧鲁就带回来上万名 李隆基带着杨玉桓亲自为他接封 还夸赞杨国忠是文武全才彰显了大唐的博威 就在这时李隆府带来紧急军情 建南我军大败 南赵敌兵深入我建南南部二百八十里 昆州危在旦夕 李隆基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刚刚还在庆祝杨国忠的凯旋 怎么一转眼变成了大败 接着李隆府开始弹劾杨国忠 表示押解来的上万战俘其实都是南赵的百姓 而这现福盛典的导演便是杨国忠 李隆基听后大怒 究竟怎么回事 是胜还是败 有人说俘虏是假的 可有此事 杨国忠表示绝无此事 并且劝戒李隆基不能听信小人的谗言 可李三郎也明白这其中一定有猫腻 但昆州一旦失守 南赵便可以长驱直入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而李隆府这次定要将杨国忠推入死地 于是他建议身为贱男节度使的杨国忠 亲自赶往建南指挥作战 李隆基思考再三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 事后杨国忠明白这是李隆府在陷害自己 但是已至此他也无力回天 但杨家仁得到消息后不干了 因为杨国忠一旦去了前线定是有去无回 这一定是李隆府在排除一己刻意打压 这次就连一向不过问国师的杨玉环也为杨国忠求请 三郎 国忠其实不懂君语 让他去指挥 只怕会误了大事 但李隆基却让他稍安勿躁 自己只是派他去考察一下军情 回来还要让他为以重任 这一刻杨家上下终于放心了 但得知此事的李隆府 却气急攻心直接晕死过去 就连自己的心腹都纷纷倒戈投靠了杨国忠 此时李隆府明白自己时日无多了 但他在朝为官半辈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如今最大的心愿便是临终前能够再看李隆基一眼 儿子带着他的心愿禀报了李隆基 李隆府是玄宗时期在位最长的宰相 可想李隆基对他的信任 他也想为李隆府前去送别 可身边的高丽氏却将他拦住 但李隆基也不是薄情寡义之人 于是高丽氏给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那就是让李隆基站在城楼上与李隆府隔空相望 但此时的李隆府眼睛已经不好舍了 在他的眼里是灰蒙蒙的一片 他拿着手帕擦了又擦 却看到城楼上只有一个宫女在摇着手帕 而此时的杨国忠在回长安的途中路过了马维坡 老和尚告他这次回去定会升官夹绝 而且还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 杨国忠听后大喜 并且表示老和尚如果言中 自己定来为寺庙重修庙语再诉今生 但他也明白等下次再来是也不知何年何月了 但老和尚却告他你的命离不开马维坡 这是因果也是循环 杨国忠并没有听出其中的禅忆只顾着哈哈大笑 而杨国忠刚回到长安便登门拜访李林甫 他拿自己升任宰相的消息刺激老李 最终李林甫被弃得弃绝身亡 但杨国忠并没有放过他 而是带着一众大臣举报李林甫 说他身前急闲度能贪污受贿等等一系列罪名 但杨国忠有的是办法 他建议李隆基以九品的棺木将李林甫安葬 没收一切家产流放李林甫的之女 没想到李隆基还真的答应了 就此一代全臣李林甫死后都没落个好下场 可安禄山得知这个消息却是大怒 毕竟李林甫对自己有知遇之恩 当年安禄山犯了杀头之罪 是李林甫极力争取才保住了他的小命 之后更是成了他在朝中的靠山 在安禄山的眼里李林甫是他最敬重的人 可如今李林甫死了 杨国忠还撬开棺材板将他鞭尸 俗话说是可杀不可辱 安禄山发誓要为李林甫报仇 而如今杨国忠已升任中书省宰相 迟早都会对自己动手 手下建议安禄山尽快招兵买马以备不时之需 好 就照你说的去吧 与此同时朝中唯一能与安禄山搬手腕的 便是龙幼杰度使歌疏汉 此时就连郭子怡都是他的副将 可以说玄宗时期不缺少能兵汉将 突厥契丹等外族都望而升位 但郭子怡却表示危险不在外族而在于内阴 可李隆基却是个自负之人 他觉得安禄山不过是个憨傻可爱之人 而且还是自己的义子一定不会有反叛之心 杨国忠也建议他多多提防 毕竟他是胡人将领也姓魏楚 就连玉林军统领歌疏汉也上前劝解 可李隆基却依旧不信 他深信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道理 但他却不明白安禄山这个胡尔真的行动了 不仅到处招兵买马 还招降了契丹等国的大批将领 第二天杨国忠便带来了安禄山的奏折 里面的内容居然是要为部下加封 其中将军五百多人 中狼将更是有两千人之多 这里面的猫腻可想而知 但李隆基看后却满不在乎 就连杨国忠听后都感觉不可思议 难道李隆基真的是老糊涂了吗 杨国忠说的就连傻子都明白 但李隆基却完全听不进去 反而觉得他身为当朝宰相杜亮太小 没有容忍之心 这一刻就连杨国忠也没办法了 事后还是高丽氏劝戒李隆基 说安禄山拥兵自重一旦谋反 那可是朝廷之祸呀 现在安禄山频频的把藩将取代了北疆的汉将 满朝文武精据呀 陛下不要废了群臣的万一之旅呀 李隆基平生最信任高丽氏 听了他的话李隆基的脑子也算灵光了点 但安禄山此时佣兵有五十万有余 一旦激怒他起了谋反之心那该如何是好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那就是将自己的侄女荣毅郡主 许配给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 三郎荣毅是你的侄女 安庆宗应该算是我们的孙子辈了 可李隆基听后却笑得很猥琐 表示你曾经还是我的儿媳了 如今不照样成为了我的贵妃 我们老李家可不在乎那些世俗偏见 接着李隆基便准备在自己大寿那天 将安禄山邀进宫商讨此事 如果他不敢进宫面上 那就说明他的确有个谋反之心 可谁想到拍去传话的积温乃是个墙头草 安禄山只是小诗恩惠 他便将李隆基的意图全盘拖出 但安禄山还是赶到了长安 他要给李隆基演绎出父子情深的好戏 有人说儿臣的坏话 说儿臣要谋反 儿臣 让在你的面前把心掏出来 安禄山不愧是影帝 这一幕顿时让李隆基心疼不已 也打消了对他的顾虑 接着便让高丽氏宣旨 册封安禄山为东庭郡王坚平卢和范阳节度使 这一刻就连安禄山也猛了 没想到干爹对自己如此厚爱 此时安禄山不仅封王 手中的权力直接掌控了整个北方 李隆基真的是老糊涂了 就连亲儿子都没这种待遇 但李隆基对安禄山的偏爱却惹怒了戈书汉 自己为大唐立下汉马功劳 可李隆基每次都紧紧口头表扬 于是手下建议他效仿安禄山也上奏球封赏 李隆基真的是一碗水端不平 但两人都是朝廷的统帅谁也不能得罪 无奈之下他便派高丽氏去缓和两人的关系 可谁想到就是这次的宴会 直接捅了马蜂窝 戈书汉你个狗娘养的 凭什么管老子的事 你算什么东西 安禄山 你算什么东西 柳须排马的小丑 呸 我今天宰了你 李隆基本想让高丽氏缓和安禄山和戈书汉的关系 可谁想到两人刚见面就冰刃相见 如今安抚步行李隆基便决定满足他们的心愿 直接封戈书汉为何希节度使 封郭子夷为朔方节度使 如果他们要求封赏部下 你应该照准 你看如何啊 啊 陛下圣明啊 这样西北军就可以牵制安禄山了 此时的李隆基指徒一时的安稳 希望通过封赏来保大唐的长治久安 第二天安禄山便以军务缘由希望尽早一惊 而李隆基已对他放下了戒备 答应了他的请求 可谁想到安禄山此去就是放虎归山 而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 则是娶了李隆基的侄女荣毅郡主 今天是婚后三日回娘家的日子 可安庆宗却表示他们胡人没有这种规矩 既然嫁给胡人就得按照胡人的规矩行事 但荣毅郡主却表示自己是大唐的郡主 守的是大唐天子的规矩 接着便要起身回娘家 但安庆宗却将他拦下 谁想到安庆宗这个胡儿如此大胆 而荣毅郡主口里还一口一个胡种的蚂蚱 这件事很快被杨国中知晓 于是他借机派人夜闯东庭郡王府 还杀死了安禄山安排在长安的谋事 安禄山得知此事大怒 当即开始谋划着起兵之事 手下建议他以护送战马去长安为由 每匹马配两名马服用二十名将军率领 这样便可以名正言顺的 将六千精兵提前送入京城 到时候离应外合指导皇宫 妙妙自己是妙 李隆基看到奏折后顿感不妙 这道奏本分明是安禄山造反的席文啊 陛下 都是你闹的 带兵搜查东平郡王府 把个胡儿给折恼了 你们说该怎么办呢 此事的李隆基只顾着甩锅 但众人却没有好的办法应对 于是李隆基提出升任安禄山为左相 让他回京在华青池赴约 李隆基想着安禄山这个人无非就是贪图富闻 如今给他的左相那便是天大的福分 很快册封的圣旨送到安禄山的军营 安禄山表面欣喜 暗地里却觉得可笑 自己要的是大唐的皇位 一个左相已不能满足他的胃口 而传信的小太监在军营中发现了谋反的气味 小太监听后赶紧赶回京城给李隆基传信 李隆基听后大惊 但他依旧幻想着安禄山不会背叛自己 可这边的安禄山却行动了 安禄山经过初分的准备 终以讨伐杨国中的名义 举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反 天保十四载十二月十三日 继安禄山起兵后的第三十四天 洛阳沦陷 有唐一百四十年来 从来没有过如此奇耻大辱啊 你 你们让朕有何面目上对列宗列祖 胡尔安禄山反了 他举兵十五万 以讨伐杨国中的名义要清军策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李隆基的耳里 这一刻他彻底的傻眼了 没想到自己终究是杨虎为患铸成了大火 无奈之下李隆基仓皇应对 调任安禄大将军封长青为范阳兼平炉截度使 火速招募兵马前往东都洛阳停盘 可谁想到安禄山带领十五万大军从幽州发兵 一路攻破了兵州和长山 直接占领了北都太原 接着又攻破邯郸香州 没多久便跨过黄河占领了东都洛阳 而封长青虽然紧急赶到洛阳 也很快招来六万士兵 可由于缺乏训练新军战力不强 还是抵不住叛军的猛烈攻击 只好带领残军西奔闪郡 与助手在这里的高先制部会合 经过一番商议 两人觉得贼军是胜 一时难与争锋不如退守通关 把铸长安门户评险据敌 而此时安禄山已经起码走进了洛阳宫殿 看着眼前武则天坐过的皇位 满脸的喜悦不言而喻 但安禄山并没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接着便命人夺取铜关只取西京 可李隆基得知封长青丢了洛阳后 头脑发热便要下令将他斩杀 高丽氏赶紧出言相劝 他明白封长青乃是仓促应战 洛阳失陷也在情理之中 而且临阵斩将乃兵家大计 可李隆基此时颜面尽失 他执意要拿封长青开刀 太子得知此事后心里暗骂父皇昏晕 他明白封长青仓皇招兵应敌实属不易 而退守铜关把住门户乃是上策 可谁想到李隆基竟然将他斩了 如今波子已远在朔方 那是原水解不了尽可 这个时候你还不出面 金武军的将领们是拥戴殿下的呀 是啊 可李亨却有自己的打算 金武军是自己手里的王牌 可他明白父皇李隆基是什么样的人 那一日杀三子可不是空虚来风 如今实际未到只能选择隐人 但此时的李隆基只顾着推卸责任 完全不提当年自己是如何的宠爱安禄山 而等 而等有何面目上对大唐的朝廷啊 关键时刻李亨开始弹劾杨国忠 是他派兵搜查东庭郡王府才将安禄山激怒 而如今安禄山起兵的缘由 便是以杨国忠的名义清军策 陈玄礼也上前附和 杨国忠明知安禄山必反 可却没有一丝的防备 这才让安禄山一个月便攻陷了大片的土地 可直到现在李隆基依旧舍不得处罚杨国忠 你夜之间渡过黄河 是至今日宰相他焉能无过 陈将军 你一见我夫之间就想诋毁老夫啊 好了好了 现在不是追究谁攻谁过的时候了 一个国家处在逆境和危境的时候 先求内部稳定 内部以乱对敌国有利吗 李隆基此事可算是清醒了 但如今朝中却没有将帅可用 戈书汉虽然英勇但他两腿瘫痪 完全不能领兵作战 无奈之下李隆基想出一个骚主意 那就是自己御驾亲征 让太子李亨坚果 等平息战乱后便让出皇位已养千年 但这件事可非同小可 一旦将来李亨尚未第一个除掉的便是他杨国忠 此时杨家上下人心惶惶 而太子李亨却明白这是父皇的试探 今天他说他要御驾亲征 把朝政交给我 明天他又会不放心我 又会变卦的 李亨明白父皇是不会轻易交出皇权的 而戈书汉这边得知李隆基要御驾亲征也是大惊 那要我们干什么 大哥 你可千万不能啊 因为杨国忠把是朝政 胜了 记在他的名下 如果是败了 但戈书汉却心意已决 他明白剿灭安禄山容易 可最凶险的还是朝中的杨国忠 这个大哥心里明白 有奸向杨国忠在 胜负不定哪 好了不要再说了 来人 在 周甲伺候 遵命 他们汉人算什么东西 他们汉人就知道在宫里瞎钻击 今天我 安禄山 一个杂种 一个专门跟野兽打交道的胡人 开天皮地头一遭 登上了中原皇帝的宝座 公元951年 安禄山在洛阳称帝 李隆基得知此事后想要御驾轻征 于是他拿出配件想要拔出剑桥 可他尝试了几回都没能拔出 高丽氏看不下去 便提议自己试试 可是同样的试了几次都没能成功 来来来 一块来 一块来 最终两个加起来一百多岁的老头 用尽浑身解数才将宝剑拔出 李隆基看着手中的老朋友 回想着多年前灭维后珠太平的情景 当年正是用这把宝剑立下了汉马功劳 可今世不同往日这把剑已经长满了铁锈 就像自己一样不堪重用了 但李隆基依旧不服输 他心里还想着要御驾轻征活捉安禄山 于是便派人牵来自己的战马 想要找回当年的雄风壮志 可自己的身子骨还是不争气 还没上马便摔了下来 最终在高丽氏的搀扶下爬上了马背 可骑马仅仅走了两三圈 李隆基变类的直喘大气 毕竟这些年他将所有的杨气 都用在了杨玉桓的身上 能活到现在都实属不易 戈书汉此时已双腿瘫痪 但得知李隆基要御驾轻征后很是不甘心 于是他派人将自己抬到皇宫要紧兵出征 李隆基对他的行为很是感动 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 戈书汉割破自己的手腕低进酒里 与李隆基一饮而尽 他希望自己与安禄山对战之时 李隆基不要听信杨国中的谗言 到时候影响作战计划 第二天李隆基为戈书汉举行了送行仪式 殊不知这一别便是永别 原来是郭子怡从云中南下要进攻夜门关了 安禄山得知后大惊只能仓皇应对 而朔方截度使郭子怡则一路势如破竹 攻破夜门关后 他将部队兵分两路 一路攻击北都太原 一路绕过河北准备断了安禄山的后路 而戈书汉这边是聚首同关正面硬底 导致安禄山如今被包围的铁桶一般 李隆基这边很快传来战报 严正清大败叛军已经收复了维州 但关键时刻杨国忠再次成为了脚屎棍 他表示安禄山如今大败 正是出兵夺回洛阳的大好时机 而戈书汉却一直按兵不动到底有什么动机 其实戈书汉乃是用兵如神 同关本就是一手难攻 只要自己守城不出 等待安禄山耗尽粮草 到时候便可以一击毙生 可朝中的杨国忠的确是他们的心腹大患 他表示戈书汉也是胡人 如今东平郡王安禄山反了 谁敢保证西平郡王不反呢 接着他便蛊惑李隆基派杜前韵前往监军 这样便可以随时监视戈书汉的动向 李隆基动摇了他忘记了戈书汉临走时的嘱托 切不可相信杨国忠的谗言误了军情 而戈书汉也明白杜前韵乃是杨国忠派来的监军 这些人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于是戈书汉便查出他擅自出英谎暴军情为由 要将杜前韵砍了 可杜前韵却嚣张得很 他表示自己既然有罪 那就让李隆基来审判自己 但戈书汉哪能给他机会 接着便表示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于是便派人将他拉出去斩首 李隆基得知此事竟然觉得戈书汉要反 而他接下来的骚操作直接扭转了战局 也让戈书汉战死沙场 命令戈书汉强行出城迎敌 还让杨国忠带着圣旨前往通关 如果戈书汉抗止不尊 那就确定了他谋反的罪名 戈书汉明白这是杨国忠的计谋 但他已经没有抗拒的理由 如今唯一能做的便是亲自上阵指挥 与此同时 安禄山的部队已经收到军令准备撤退 可就在这时手下传来同关的消息 第二天双方人马便展开了火拼 可在军力悬殊的情况下 上天并没有眷顾戈书汉这位老将 最终同关要塞被攻破 安禄山则是派兵直取长安 这一刻李隆基傻眼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大唐的江山 就这么被自己霍霍完了 而戈书汉并没战死沙场 反而被俘虏带到了安禄山的面前 安禄山对戈书汉那是由衷的佩服 两人同种同族都是胡人 他希望戈书汉为自己效力将来共享天下 安禄山说的确实有道理 李隆基此时昏晕无能 而且只要杨国中再朝一天 他们这些忠有汉将便永无翻身之日 但即便如此戈书汉也没有妥协 最终安禄山下令将戈书汉处死 而此时太子李亨正在弹劾杨国中 同关之战 再向杨国中应付全责 杨国中安插亲信杜乾韵与戈书汉部 扬言戈书汉有反意 谎报军情 欺君往上 对戈书汉以死相逼促其出关 时至今日同关失守 西京长安危在旦夕 再向杨国中罪责难逃 事到如今杨国中无力反驳 他承认自己有失职之罪 但安禄山的兵马很快就要打到长安了 现在最重要的便是赶紧撤离 可李隆基在皇位上已经坐了四十多年 他怎会甘心离去 但同关兵败等等一些劣势策都要有人承担 于是杨国中变成了最完美的悲国侠 杨国中明白大势已去 最终他被隔去相位交给刑部处理 而此时最大的受益者便是太子李亨 他等这个时机苦苦等了几年 李亨明白父皇一定会逃离长安 而朔方便是最好的选择 但朔方节度使郭子怡乃是自己的心腹 到时候便可以以清军策之名除掉杨家满门 而皇权也会落到自己手里 夜里李隆基一人来到宫殿 他爬到龙椅上嚎啕大哭 四十年了 我怎么把祖宗的江山弄成这个样子啊 李隆基可以说不作死就不会死 但他也明白大势一决 如果不逃那可真的是老命不保 只要自己活着那就有希望召集各部兵马打回长安 最终他再次听取了杨国忠的建议 决定逃往朔方 可两人都没想到就是这么一走 杨国忠人头落地 而李隆基则彻底失去了皇权 这是唐玄宗李隆基最落魄的时刻 曾经那个开创开元盛世的帝王 如今只能逃离京都 因为安禄山的叛军很快就要攻打长安了 此时李隆基就是一条丧家之犬 他愧对祖宗愧对黎明百姓 杨玉环和高丽氏上前安抚 他们深信只要李隆基活着就一定能回到长安 很快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在御林军的护卫下 准备逃往建南 但李隆基虽然年老昏运 可他对太子李亨却深有戒备 于是便派高丽氏邀请太子妃与皇妃们一起同行 李亨明白父皇是什么意思 但他并没有阻拦而是静等时机的到来 途中全体将士在一片荒野中休整 士兵们饿得叫苦连天 而那些王公贵妻们好歹还有临时冲击 路过的村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情形 满眼的都是幸灾乐祸 李隆基明白危难时刻 军队是一把双刃剑 一旦让他们含了心 那就可能引起花变 于是他建议将马匹杀掉冲击 陈旋里赶紧阻拦 要是杀掉马匹那敌兵追来如何逃跑 就在这时杨国中带着几个烧饼赶来 就找的这么点吃的 请陛下全意冲击 叫你去筹备膳食 就弄了这么几只胡饼 这么多人吃什么 是啊 这王子公孙尚未进食 外国使臣 饿得熬熬叫 咋办好了 杨国中也真的受够了 这时候了自己能吃饱就不错了 哪里还能顾得上别人 眼看杨国中是靠不住了 李隆基只能厚着脸皮寻求百姓的帮助 百姓们见不得皇帝受苦 也明白李隆基前妻干的不错 纷纷拿出家里仅剩的余粮 分给这些娇生惯养的皇亲国妻 这一刻李隆基真的是百感交集 他没想到这时候百姓还惦记着自己的好 这时有一长者大胆直言 陛下创业之处是何等的英明 草民们是知道的 那时候有姚相国宋相国 把大唐治理的一天比一天兴旺 我们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负 可谁想到李隆府杨国中上台后李隆基变了 几个干实事的大臣不是被贬就是被杀 而安禄山杨国中包藏祸心那是四海皆知 可李隆基却一味的纵容 这才有了今日之难 可李隆基哪里不懂其中的道理 只不过他是不愿意相信真相 更不舍得杀掉杨国中让玉环伤心 夜里玉林军的士兵们满嘴的都是抱怨 他们的家人都在长安 叛军一道烧杀奸淫不可避免 可皇帝身边的人却随身带着 此时士兵们对杨国中那是愈发的憎恨 要不是他蛊惑皇帝逃难 他们也不至于丢弃弃子落的今天的下场 而陈玄里身边的副将也建议兵剑 只有除掉杨国中才能稳定军心 其实这也是陈玄里想要的结果 于是他将玉林军的各个首领 全部聚集到太子李亨的帐篷 表示士兵们对杨国中怨恨已久 如果不杀杨国中便要兵剑 但李亨却怕现在杀了杨国中 会导致父皇惊恐不安 而手下却建议他顺势而为 如今杨国中已经引起了众命 如果配合士兵们除掉奸贼 那您就可以收买人心将士们纷纷归顺 李亨明白自己等的机会到了 各位将军 请你们向陈大将军禀报 就说太子殿下欲除奸相已久 请陈大将军断然处之 而此时杨国中再次来到马维坡的寺庙 多年前回长安氏路过马维坡 主持和尚便告诉他会高升 而且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种 但这种大运只有十年 多年过去自己位居宰相的确被老和尚言中了 但同样十年已过老和尚却告诉他结果了 这一刻杨国中感觉到了深深的危机 结果了 李龙基带着杨玉环逃亡到了马维坡 在这里玉环即将了结他传奇的一生 他看着眼前的寺庙 感觉是那么的似曾相识 多年前他前往长安的途中路过马维坡 寺庙的和尚一眼就看出他的不平凡 并赠予他轮回之禅意 可当时玉环急着去往长安并未领会 我们会见面的 此时玉环看着眼前的寺庙 内心盈盈感觉有大事要发生 与此同时士兵们都饥寒交迫 他们希望杨国中尽快想想办法 有点米只够皇上和娘娘吃的 他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全体将士 太子李亨明白时机已到 于是他和御林军首领陈旋李商议 尽快处决杨国中 而士兵们更是异乎反应 此时杨国中也是整天的提心吊胆 他已经感觉到了军中的气氛不对 接着便出来视察情况 可眼前的士兵正在向他逼近 而他的头顶更是黑压压的围满了一片 这一刻杨国中慌了 但他还是强装镇定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背叛朝廷 叫他们闪开 而御林军将领却没惯着他 一声令下士兵们便将杨国中围住 杨国中很快便被捅成了马蜂窝 而接下来杨家上下遭受了灭顶之灾 不管男女老少全部都被灭口 事后所有士兵聚集在一起 他们要强迫李龙基杀死杨贵妃 只有这样全体将士才能安心 此时两人正惬意地喝着茶 但接着手下便传来杨国中被杀的消息 李龙基听后顿感大势不好 高丽氏还想劝将士们退下 可士兵们完全不给他机会 并且还一步步逼近 就在这时李龙基走了出来 陈旋里羞愧地低下了脑袋 接着李龙基便怒斥让重将士退下 将士们明白李龙基是真的生气了 也一步步往身后退去 此时的李龙基竟显帝王霸气 可最终士兵们还是停下了脚步 各军回队 但现场却是死一般的寂静 关键时刻还是高丽氏为将士们讨要封赏 想要化解危机 可李龙基却是执拗得很 他觉得将士们私自处死杨国中乃是大逆不道 陛下 直到这一刻李龙基才惊醒 看着眼前将士们死神一般的眼神 李龙基才承诺免去他们的罪责日后封赏 可将士们依旧是纹丝不动 陛下 六军将士为陛下斩杀杨国中以外 可贵妃娘娘仍侍奉圣主左右 将士们如何能安心西巡护驾 请陛下 可爱赐贵妃娘娘子 什么 陈玄礼的话被杨玉桓尽收而顶 这是他从未有过的绝望 李龙基当然舍不得处死玉桓 陈大将军 六军将士群情激愤无可厚非 可你也不该如此啊 高大将军 群情激愤重怒难犯 不杀贵妃 贵队的命令谁能服从啊 大唐的皇上 对你我可不保啊 高翁 这难道是你我之事吗 冰剑闹到这种程度不是谁可以控制的 毕竟贵妃的哥哥杨国中被他们斩杀 而玉桓乃是李龙基最宠爱的妃子 将来一旦他要为杨国中报仇 那现场的所有人都难辞其咎 这才是玉桓必须死的原因 但李龙基依旧想要保住玉桓 他希望高丽氏想想办法 可是以至此玉桓之死谁都没法改变 难道六军之乱就是一个虔弱女子吗 陛下呀 目前的形势万一 老奴我无法担持啊 陛下 只有六军将士安了心 您才能安然无恙啊 陛下 这一刻李龙基仿佛一瞬间苍老了十几岁 而杨玉桓也是个深名大义的女人 她明白李龙基此时的无能为力 李龙基听后简直就是心如刀割 她这一生起起伏伏 对于亲生儿子可以一日杀三子 但对于女人她就是个情种 就连五惠妃放下弥天大错 最终都可以让她善终并且追封为皇后 更何况是自己最宠爱的玉桓 可杨玉桓也明白李龙基此时的处境 她只希望自己的死能换来大唐的长治久安 臣妾卑贱之躯 得以寻国 死而无憾 但愿国运 能从妾妃死日 得以忠幸 这一刻两人相拥在一起 能得到玉桓这样的女人李龙基真的是三生有幸 很快门外传来杨贵妃被赐死的圣女 将士们顿时欢呼雀跃直呼陛下英明 第二日玉桓一人来到寺庙 当年她去往长安时便与老和尚结缘 没想到再次相见却是这种情形 可玉桓并不后悔 这辈子她深受大唐天子的宠爱 她只求来世可以与三郎再续前缘 孽缘不断 怎么超脱生死轮回之苦啊 再苦 玉桓也 无悔 无怨 接着玉桓便一人在六军将士面前穿过 她的牺牲值得陈玄礼等人的尊敬 此时的玉桓心无杂念宛如那九天玄女下凡 临终前她默然回首 只剩下李龙基歇斯底里的忏悔之声 就此杨玉桓将自己的一生结束在了马威坡 而李龙基此时宛如一条断了生机的朽木 现在杨贵妃死了众将士心安了 陈玄礼带着众人开始请罪 尔等无罪 李龙基明白错不在玉桓也不在将士们 这一切都怪自己老年昏晕 就在这时两位顺风小哥快马赶到 有何军情那么紧 给闺妃娘娘送荔枝的 送荔枝 可惜你晚来了一步 杨玉桓生前最爱吃的就是四川老家的荔枝 可没想到最终还是迟了一步 事后还是受网礼帽将荔枝送到了玉桓的坟前 毕竟两人曾经也是夫妻一场 杨玉桓死后李龙基再次来到马威坡 他轻轻擦拭着玉桓的墓碑 感叹着命运的不公 李三郎这辈子身边美人无数 但最让他怀念的还是玉桓 他将坟前的野草当作了贵妃的秀法 轻轻一闻满满的都是回忆 这一幕就连一旁的高丽氏都为之动容 他从小陪伴在李龙基左右 更是见证了两人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 但曾经那个英姿飒爽的大唐皇帝 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孤寡老人 此时李龙基情到深处痛哭流涕 他多想玉桓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 可这一切都已经迟了 都怪自己年老昏晕才害的玉桓克死他乡 天哪 为什么男人的罪恶 要女人的命去承担呢 我暴恨藏剑呢 与此同时太子李亨这边也得知了消息 他明白自己夺取皇位的机会到 于是他和心腹李璧密谋 在李龙基前往四川的途中 安排了一堆的百姓拦住了去路 他们希望李龙基留下来抵御安禄山的贼军 要不贼军一到百姓了一定会遭到屠杀 可此时的李龙基只想尽快逃离这里 于是便让太子李亨留下来处理此事 自己则是先行离去 李龙基万万没想到自己中击了 等他刚走李亨便准备与郭子一会和北上抗敌 而李龙基反应过来是已经实了 他本想派人将李亨带回来 可高丽氏的一戏话顿时将他拉回了现实 陛下恕劳奴直言吧 现在不是你坐在金殿上的时候了 他们没有你的旨意杀了杨国忠 他们没有你的旨意逼死了贵妃 现在太子顺应民意回马抗敌 您怎么好把他留下来呢 本来李亨觉得父皇依旧健在 自己未经禅位就登基新生愧疚 但李婢却深知他是在给众人演戏 毕竟不想做皇位的太子不是好太子 接着李婢便顺手推舟 当今天下兵荒马乱 国家危在旦夕 殿下如拘泥于小孝 等待皇帝禅位 则大势无妄议 而如今天下大乱 安禄山已打下了一半的江山 可大唐的皇帝却一味的逃离 完全不顾百姓们的死活 现在急需要太子统领六军收复师弟 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大中大小 李婢的一番话顿时让李亨名正言顺 公元756年7月12日 太子李亨在林武城登皇帝位 视为宿宗改年号为智德 与此同时李龙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迫退休 他虽然幻想着太子能剿灭叛贼重回长安 但也对将来的时局充满的担忧 因为在逃离长安时他曾经许下诺言 战事平息后便要退位一养千年 李龙基做了四十多年的皇位 他当然不甘心就这样让出皇位 陛下 按太子的性格来看 陛下不下诏禅位 他是不至于擅自称帝的 不过 西北重将领极许统帅 如果纷纷拥戴太子继位 他也是很难推辞的 他敢 能否想个办法 既可以截至太子 又可以打击叛军 此时的李龙基不知道自己还是晚了一步 于是他派人紧急给李亨送来一封诏书 如今李亨也算是彻底对父皇断了念想 他决定不再隐瞒直接将自己继位的消息上报 此时李龙基正给随从们讲自己当年的英勇事迹 接着太子的手下便传来了圣语 这一刻李龙基双眼无神意是没反应过来 就连身边的高丽氏陈玄礼等人也蒙了 太子殿下到了05之后 在将士和百姓的拥戴下 祭了皇帝位 尊陛下为太上皇 国家危难路途遥远 为其请示在先 万望太上皇恕罪 李龙基虽然愤怒 但他又不得不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谁让自己当年不听劝阻逃离长安 抛弃了他的九重宫权 抛弃了他的万千臣民 抛弃了他一手缔造的开源圣事 幸亏高丽氏会安慰人 表示退位是迟早的事 还不如趁此机会早点歇息 至此以后李龙基便开始游山玩水 虽然对于退位有所不甘 但也算是任命了 可即便如此朝中大臣 却对他深有戒备 纷纷建言让李亨尽快接李龙基回京 老爷子常念在外 心未必安分 接回长安 把他放在咱们眼皮子底下 倒也让人放心些 那就把老爷子接回来 只要他不过问朝政 就让他安安静静的休息吧 就此李龙基便再次踏上回京之路 七十多岁的李龙基要谋反了 他想要推翻儿子的地位 自己再次登基 自从他被接回长安后 便平平接见老臣救部和百姓 做了四十多年皇帝的李龙基 怎会甘心退居二嫌 于是他决定效仿武则天 废掉儿子李亨自己二次登敌 把朝中的元老都给我叫来 高丽氏明白这可是谋反 但李龙基却心意已定 他明白如今李亨尚未不得人心 如果自己能得到老臣们的支持 那说不来真的可以迎来自己的第二春 等一众老臣聚气后众人把酒言欢 开始回忆年轻时的争容岁月 想当年他们灭为后展太平 都创下不朽的功勋 可今世不同往日 自从太子李亨登基后 他们这些李龙基的心腹 不是被贬值就是被排挤 心中对李亨的怨念可想而知 他们明白李龙基也是不甘寂寞的主 于是纷纷见言太上皇再次出山为大家做主 宗正河山 还带陛下亲自出马 陛下 老臣致死也要追随陛下 老臣干脑涂地也要跟随陛下 李龙基见老臣们如此支持自己 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 为庆祝自己再次登基 李龙基硬是拿起宝剑来了一套帝王剑法 与此同时李亨这边一直监视着父皇的一举一动 他本想着老爷子能够安分守己一养千年 可谁想着李龙基当皇帝当惯了 居然与陈玄李高丽氏等人一遇谋反 李亨明白李龙基毕竟是自己的父皇 出于孝道不能将他怎么样 但陈玄李高丽氏等人是不能留了 于是他决定杀鸡儆侯 第二天便罢除了陈玄李的所有官职 让他到了还乡 而高丽氏则是被流放到乌州 这一刻李龙基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不仅没有夺取皇位 还被儿子李亨软进到了太极宫 临行前两人一同回忆起幼年式的第一次相见 你还记着我 对对对 让我看看 不行不能看 两人从小便结下了深刻的勇意 虽说是主仆关系 但李龙基却对高丽氏宠爱有加 回想起这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 真的是沧海一梦 临行之前李龙基亲手将离送到高丽氏的嘴里 他们都明白这一别或许就是永迭 高丽氏辉煌一生谁想到老年居然被流放 只留下李龙基等待着死神的到来 陛下来世就是做妞做骂 我还来伺候你啊 多年后唐代宗登基大赦天下 高丽氏也免去流放返回长安 但当他在途中得知李龙基去世后 嚎头大哭最终吐血而亡 而李龙基临死之前也曾经下过一招 只允许高丽氏一个人给自己陪葬 可见他们二人之间不单只是主与仆的关系 更有兄弟般的情谊 事后唐代宗被高丽氏的忠心所感动 追封他为扬州大都督陪葬于李龙基的皇陵 对不起 变成风